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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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周我們先跟大家介紹的 詞的美感特質 还有东坡奇人的一些个性的特质 然后也初步介绍过东坡填词的一个 内在的一些动因 那今天我们的积蓄在这个课题上 然后再延伸到东坡进入杭州时期 开始填词的这个内容 那上天给大家讲义里面 就引了两首诗是东坡送给子游的 我想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那对东坡来说 词不是一个为他人创作的一种歌词而已 也是个人的抒情诗 而词这种文学跟他的生涯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词性的懵动 词情的一种启发 即来有字 有没有时间去填写 或者什么时候开始 没有一个定数的 刚好适逢其会 东坡的词就会起来了 也就是说一个人本来有一种有文心 有诗情也和人有词情 但怎么去选文体的去创作 会牵涉到各种的机缘 有些词这种文体会配合歌曲音乐来演唱 没有相对的环境 它是很难写作的 再来就是没有同样的心情 用词的文体表达的话 也没办法充分去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我想我们谈到东坡词的从航舟开始 当然有它的前因后果的 我们回到这两首诗 前面我们谈到他父母跟他的关系 但兄弟之情 在东坡来讲是有一个平衡辅助的一个作用 我们看到他的情绪的一个跌宕变化 在第一首诗是东坡写在职科考试之后 跟弟弟书册分离 在那年的冬天 东坡必须要踏上征途去陕西奉祥任谦判的工作 刚考完这个诗 当然对两宗律来说是蛮高兴的 东坡尤其得到很高分去录取 那是职科考试 宋代的职科考试是一种特种的考试 不是每年都考的 宋代开班没有很多次 录取的人才四十几人 而东坡考的成绩却是历来最高的成绩 里面分五等 东坡拿第三等 拿到成绩了 当然就有分发的一个工作了 东坡不得不离开 所以在离开的时候 弟弟也考上了 可是因为他在文章里面有些言辞过于严厉 主考的人认为有些异议 有些意见 实际上他的派人就按着迟迟未发 所以必无奈 他只能先稍稍等候 还好他可以回到京城去陪伴他们的父亲 所以他把东坡送到荷兰的郑州 就必须折返了 这两宗帝第一次的一个分离 二十三年 东坡那一年是二十六岁 弟弟小他三岁 是二十三岁 所以东坡就在离别的时候 就提振了一首诗 但前面一首诗就写到离别的一种哀伤 在诗里面表达送别的情怀 当然是常有的 我们也曾经讲过 在个人抒情诗的表达上面 送别这个题材一直是很重要的人生课题 那从大一同以后 人的离别的状况不断地发生 也去京城考试 然后之后被分发到各地去任官 那从而从军呢 也可能是南北的很多的调动 很不容易回到原来的地 自己的居处 所以从古诗十九首开始 都唐诗诵词 一直成为文人最重要的写课题就是送别 当然我们看得出 尤其重情的人 就知道子弟亦为别 孤朋万里症 那是很难再重逢的 所以离别都是让人很焦虑不安的一个情绪 能不能再重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 一直困扰着很多文人 但东坡当然也有这样的情怀 以前跟朋友之间也罢了 这个是跟他最至亲的弟弟分离 当然心情是很沉重的 就可想而知的 那之前呢 东坡的妈妈就在他考试的时候已经去世 在这几年内 东坡就面对了所谓的生离死别 而且都跟他拒亲的人 这种情怀时 也就是说 我们东坡是47岁时候写念如教授 多情印上我早生化发 多情当然从东坡开始时就会呈现出来 这个情建于什么 就跟亲人之间的来去迎合之间离别的情怀 尤其更容易表达出来 如何面对 如何克服 如何疏解 成为他人生的很最严肃的一个课题 我说 当然这个不只是他的词 也可以是他的诗文的重要的来源 但词尤其深刻 因为它是一种更抒情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个源头追溯到这个 也许是能够给我们更深刻的一个认识的 那诗歌本身我不多说了 前面都是说他离北之后了 看到弟弟目送他离去 自己快乐不起来 他的仆人就觉得很忧伤 为什么别人在旅途中都可以循环作乐 喝酒唱歌 在东坡都是笑不起来 所以他后面有六句 写出他真正的一种心情 后面这样写 他说 这里很清楚东坡点出两个很关键的句子出来 人生有别 岁月漂泊 这是让我们去了解东坡的文学 词尤其 诗文何尝不是 以后你读到的很多的名篇 基本上都跟这个课题有关联的 《水流歌头》也把念读叫 《前后去必复》都围绕了这个课题 一个是空间的一个气阔 就是分别 东坡也说到一知人生要有别 我果然也知道了 人生终究要离开 那离别当然有很多的解释 你可以说我离别我的童年 对不对 那是跟自己的过去做告别 另外一种跟你最亲爱的人去分别 那以前你可以说 读诗子里面读到很多离别的诗 我们也从小时候读《未成曲》 《西出阳光无故人》 或者读到很多的送别的一个诗篇 可是你没感觉的 但有一天你考到大学来到台大 也知道生不得离别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说 一知人生要有别 我果然也知道了 不是书本的知识 不是概念 而是真正的感受 我果然知道 人生最终 最终都不可能都在一起 一定有分别的事情发生 这是不是只有这一刻 以后也可想而知的 23岁 23年跟弟弟朝夕与公 往后能不能见面 见面人多久都难以预估 不过我们从你说 为官的知徒里面 都会想象的 宋代史基本上 让文人不要的地方 培居地方的势力 三连一调 甚至有的时候很短的时间 就把你调到别的地方去 尤其不回来 把你再派任到自己的家乡去 任官的 所以可想而知了 你一个人也罢了 你跟你兄弟 两个都做官 你可想而知 每个人愈合的机会 更加不容易了 没有共通点 南来北调 是平常的事情 而朝廷当然也会顾忌 不要你们都在一起 所以这个事 东坡也知道 这一趟离别 也许是最沉痛的 东坡的妈妈去世 当然她有一些悼念的文章 但是毕竟是长辈 东坡不容易流露出来 但那个是压抑在心里的 无法完全去抒发 很多的情绪都是当下 没办法表达出来 几年过后 一个机缘可能就会 不止的会生发出来 东坡对弟弟比较容易 因为他们都有诗文 大家都会要不宁于表达 很真诚地面对这种情绪 因此就很清楚 在里面流露出来的 而词当然是跟晚 以后我们都知道 它有很多的缘故 好 回到这首诗 他后来说了 这个空间的离别 当然大家都知道 除非你不成长 不追求自己的 人生的目的 不然的话 你还可以永远固定在一个地方 守住在一个地方 不会离去 但只有人有追求 必然各有不同的一种归宿 所以东坡也知道 人生终究离别 而且空间的一个离散 那如果人能够长命百岁 终南离别 终究会退休回来 那也罢了 偏偏东坡最怕什么 当空岁月去飘忽 那个孔子 你翻开东坡的诗文集 它很少用到 你可以说东坡是一个很达官的人 很乐天 很踏实 你说他害怕吗 他直言犯去跟人去评论 都不害怕了 很多事情他都勇敢面对 但是面对离别这个事情 面对时间的变化 他真的很恐慌 很害怕 当空岁月去飘忽 只担心的时候 岁月究竟飞坏的过去 你抓不到 留不住的 那是最无奈的一种感伤 事实上我们从论语 孔子 誓水如思乎 不舍昼月 你看到都屈原 都庄子 然后一直下来诗人 每个都是淋流心叹 对时间的感叹甚至莫可奈何 所以人想到很多办法去延长你的生命 吃药或者去炼丹 那甚至就是不朽来延当这个 后来宗教的进入 更是人有所生命寄托的一种方式 这个可以看得出人的害怕 这个是东坡文学里面 一直里面纠缠他的 当空岁月去飘忽 我就害怕时间的飞快过去 我无法掌握得住 就像东坡的时间意识 从这个时候这些已经非常明晰了 以后你看东坡的文学 一直要疏解这个问题 如何在不断流遍里面 找到生命的定位 掌握到所谓永恒不变的东西 其实他一生就努力去奋斗 能够弥平心中恐慌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东西 当空岁月去飘忽 我们讲的词的起源 是跟时间过去的意识是有关的 所以这个时刻说了 他的诗心词心 这个时候都蒙动起来的 但是这个时候跟弟弟还是正常的士大夫 还没有词的写作的经验 当然就不会用词体来表达 他用识清楚地表达出来 离别了带来的这种感伤 因此我们简单地说 人生有别 岁月飘忽 是了解东坡文学 尤其他的抒情文学里面 很核心的课题 他并且在疏解这个问题 人能不能能够回到一个跟词在 能够亲密在一起的地方 能够掌握着时间 这个是他文学里面最关紧要的 而词尤其因为是抒情文学 跟时间的一个变化流动 是很有关联的问题 因此在词的表现上 尤其突出而深刻 这是我们往后会看到的 这个时候呢 东坡还没办法去填词 因为这时候刚踏上试图 没有一种写读的环境 我们刚才说了 只有它的物质性的 比如说它是一个 在都市繁华的环境 各舞旅演唱的一个场合 然后呢 需要有别人的合作 然后歌旅啊 弹唱琵琶的演奏 才能表现出来 都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好 你想想看 在它童年的时候 在四川的梅山的地方长大 一个小地方 然后什么歌舞之乐 连歌楼之乐都没有碰触过 好 来到汴京的时候 汴京这个繁华都市了 但偏偏如果东坡 一个人去流浪 就来到汴京去考试 那也可 也可啊 跟朋友去留恋方式之间 但偏偏呢 他是带着弟弟 跟着爸爸去的 你好意思自己溜去那边地方去 循环作乐吗 当然没有机会了 好了 接着要考试 面对严肃的考试 可是那考试 不久接到家里的二号 妈妈去世 回去手上 手上的期间 不可能去跟音乐有关系的 你不可能接他来表达的 等他又出来了 又应付职科考试 那是很严肃的问题 好了 职科考试 考上之后 这一堂呢 他又被调到去 那个陕西的奉祥人官 陕西也是一个 比较偏远的地方 加上呢 后来第二任的长官 是陈公毕 陈西亮 陈济常的父亲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官员 对这个沙蜀诸所挑剔 东坡对他的 也有些文词上面的一些争端了 但东坡就是 在刚任官的时候 实际上并不是过得很自在的 必须有了非常地认真 来从事他的公务 那三年在陕西里面 也没有多少机会 要碰出这种所谓的俗乐 勞结词来填写 逢长作戏是有了 但不容易 加上他自己也不好辞道 天分也不在此 因此呢 一直等到他二十九岁回到汴京了 他以为 就回到朝廷去了 有机会吗 人也并不然 回到朝廷了 二月回去 五月太太去世 在手上之时 哪来兴致啊 去填歌子唱小曲呢 再隔一年 爸爸去世 然后他就带着弟弟把父亲太太的邻舟移回家乡 然后再出来 出来的时候迎王安池执政 所以整个环境都不利于他写作 中央在边境 他没有时间没有机会 更重要没有心情 面对更多的一种生离死别的事情 所以在诗里面有充分的表达说 这种离别的爱上 但词里面呢 我们不见有啊 这样的一个表现 一直等到他外放到杭州 那时候整个就爆发出来了 因为刚好的环境已经 已经到了 他的年龄也到了 那我们回到这首诗 他说了好 他提出一个典故 他说寒登业语 相对祭求时 祭求起 业语何时 听笑色 这里面我们也会记得这个典故 这是两宗地的一个密约 当两个人啊 在应付这个职科考试 就在移居在一个 曾经移居在怀远义啊 那边专心读书 那边专心读书 然后正时啊 有等待了 一个考试 那 这个 当然这种应付考试的生活 是很辛苦的 但两个兄弟一边读诗 一边也觉得蛮有乐趣的 可以聊聊天 有一个晚上呢 他们读到唯英物的诗 诗里面有两句说 林志风雨夜 父子对床面 两位 两个兄弟就很有所感了 我又说呢 会不会有另外的风雨之夜 我可以跟你啊 夜雨对床 那是多快乐的事情 不管外面风风雨雨 我们还可以立在一起 在床上聊天 度过这个两夜的 所以两个人 就不敢 就有所期待了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持观归故里 同在一晚上 听着外面风雨交加 我们呢 父子对床面 所以夜雨对床 是两个兄弟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典故 是他心中的一个秘密 先期待有这一天 能够重温了当日的美好 所以他再提出一个典故 这个典故呢 在后来东坡的诗文里面 会常常出现 他不是用在别人身上 只有他两个兄弟 他们的蜜月 好 这个是成为一种 生命稳定的力量 你相信有人等待着你 还终有一天 在一起的一种期待 所以东坡忠然对前面说了 一期人生要有别 但恐岁月去飘复 但是他不完全 掉入山岗之中的 他还是有一种 想期待终有一天 在一起的一种希望 我们所说了 词里面的精神合像不是 忠然感到了 人生无常 岁月多变 但是此情不语 东坡忠然一直期待 这个兄弟一直会等待着 我来跟他在一起 我也不希望辜负这份理想 因此成为他生命里面 一种安稳的力量 现在我们忍受这个愁悲苦 离别的哀伤 无非就是为了以后 重逢的那种欢乐 这个是一个过程 他必须要面对的 所以他要告诉自己的 君子子义 不可忘 身无苦爱 高观之 这位观图上 使用时间理想 不要将自己的如在理想落空 来辜负自己 对自己生命中的期待 但是 也知道要忍受 功名之路头 去忍受到人生有别的事实 但是 我们也不需要 在这里面多感伤 只有自己知道了 不是为了做官而做官 西班牙有生 我们是时间理想而已 终着有一天 我们还是可以退下来的 退下来 就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等待我们未来去度过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力量 我们看到东坡的词里面 那我们说词 往往是这些歌旅来演唱出来 演唱出来自己也是听众 一种自念自已的一种 一个投射 一种自念的一种情怀的 但东坡的词的对象不纯然 它可以写给他的老师 可以写给他的朋友 更重要 他可以写给他的弟弟 只可以互动沟通的 那是不一样的 不是用自念这个方式 只可以真的沟通 和共同地地交一个美好的前程 所以这样的词 我们觉得要记住 在东坡的文学里面 为什么不完全呢 为了离别赶上 掉入一个愁城当中 他有种自我调适的东西 因为他知道 有人在等待着 不能辜负着他 那这首词写完之后 当然弟弟也是黯然离去的 在过去 离去之后 弟弟居然写这首词 一度他是被派到名池 当地方的一个主博的 但最后他没有赴官职 只有经过制科考试 就没去 好 来到这个地方 有种自成相识的感觉 好像这些地方的人 不知道原来我 也许曾经做过他们的讲官 但是有所感的 觉得自己有一种 好像不如意的 因为他各个能顺利去认官 但自己因为文章的问题 也来一些事故 因此就没法被派人 当然更重要 弟弟也是一个伤感之人 为了离别 也掉入悲伤之中 所以写一首诗 送给他的哥哥 哥哥看到一首诗的时候 就不得了了 刚才我们说了 已经为自己打气了 对不对 人生有别 岁月父当时还有一份期待 他没想到 弟弟回我的诗 去感到人生的虚妄 好像虔诚 都不可掌握的 作为哥哥 当然不行了 要送一首诗来回应他 他提了这首诗 贺子由敏之怀旧 这是很有名的一首诗 贺子由敏之怀旧 那我们这里看到 东坡的写作对象 跟弟弟的时候 那种互动关系的 他们那种 我们说 所以你是一个 疼爱一个弟弟的兄长 爱应该带来一种 一种力量 一种往上提升的力量 不应该是走下去 但立在其中 如果你爱一个人 不应该把自己的 悲哀的情绪 不断地扩散 应该稍作调整 用理性做一种调试 所以这里看到东坡 一种自我心中的一种平衡 对称 调调和的一种作用 那这种事 你看看 他是要跟弟弟来说话的 那这里面在他的词里面 实际上我们看得出来 不止弟弟他的长官等等 他看到东坡在词里面 对上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情绪的一个处理 但起码要跟人在一起的话 不愿意让别人也为我担心 因此你最好自我调试一下 然后使得他的情 不至于都是没有妄返 但立不已的 这是东坡在文学里面 很重要的一种 一种内在的机制 那我们稍微看看这首诗 赫紫耀 敏实怀旧 那我们在词里面看到 东坡也写了好几首给他弟弟的 你看到两兄弟这种互动关系 但你心情不好 有个弟弟跟你倾诉 当然河盘拖出 把这个悲哀出来 但如果对方看到的时候 都知道了 不能一起 都好像吊住仇怨的悲哀之中 一定会跳出来 觉得要为对方打气 因此有个很好的平衡的作用 都用这种方式 实际上比很多的文人更有一种 可以来自己做一种 调和的一个机制 我们简单看这首诗 他说人生到处知何死 因此飞鸿踏雪里 泥上偶然流直爪 洪飞那腹寄东西 老生已死成心塔 坏必无忧见旧体 往欲齐驱还寄否 路长人困见屡死 过去我们看到词都是一往情深 越写得越殷敬而伤情 好像最颓然无法振作起来的 我们看到东部的诗 才能使得能够一写进去 慢慢它会调和出来的 王国提出所谓的境界说 什么境界 境界主要就是看了你最后的收尾收篇 尤其词往往都是一往情深写下去 都是爱上不已的 但是你看到收尾的收尾 你是能不能镇扬起来 会再去面对化解 就看到生命的一个境界 多么的诗 有些时候会看得出来 从人早期的诗 他就可以做一个调试 如果他后来以诗为词 这样的精神 这样的意境也会导入词里面 其实词不只像刘勇 或者秦少楼那样的一种悲伤不已的 他有一种理性疏导的一个作用 化为一个明月清风 或者到一种更高原的意境 再以疏解 这首我们要看看 他怎么去 没有悲伤的情绪离别的时候 人生的一种难过之处 他如何去排解 他提出一些 一个比较议论的方式去讨论 我们说宋人的文学有个特色 宋人好发议论 多变 多论述 他跟唐人不一样 唐人的情感很叛派激昂 很热情 充满了生命的意志 宋人多得一份思辨 很重于议论 议论人生不是不好的 但有时在政治上 都是周禅不已的 很难弥评很多事情 但是在人生里面 因为人生是好的 你起码把它做一种理性的一种思考 来疏导当中的一种情节 能跳出来去化解一种理性的思辨 未尝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东波不针对他弟弟那里面 说我们都很感赏 不要谈了 他立刻跳出来 用一种概念跟他去分析 东波写诗诗诗都很喜欢用比喻的方式 我们跳出那个情绪氛围 然后去审视他 观看他 就有一种余裕的空间来疏解的 所以东波说了 好 你说人生是什么呢 人生到处知何事 他大概说了 人生从你出生到你中间的成长到死亡 你来来去去 人生慢慢长路之中 究竟人生到头来要到哪里 像什么呢 他举例了 你看看到冬天 你看到红雁飞翔 他说好像什么 应是飞鸿踏雪梨 他说慢慢人生的 经过的各种的地方 经历的事情 就像红飞千里的行程中 一次又一次暂时的歇脚 我们人生不需要一处而就 然后从这里立刻飞到你的目的地去 你中间会经过很多的旅程 你说我要成功了 什么成功 你不可能少说到我的伟大理想 立刻转眼我就成功了 你中间经过很多煎熬 你有选择你的肉资源 你要续读你的国中高中读大学出国 每一站每一站都是你歇找的地方 暂时停歇去处 你都搬一个过客的角色 毕竟每一个地方你能够流连不凡的 你一定要离开 所以不能太过流连于此 你只能把它当一个过程就好了 好 红燕从北方飞到南方去 他不可能一飞冲天 然后立刻就飞到南方 一口气把它飞完 他可能就选择每个地方做卸角 但是做卸角的话 每个地方就留下你的爪印了 留下爪印的时候 你不能留下爪印就是我的 属于我的永远不变的 尤其今年跟明年也并非都相同 因为气候有变化 你选择落脚的地方也会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都是有它的偶然性的 但你准备妥当之后 洪飞那副寄东西 不管东西要再要阵扬起来 但最后你还是有个目的地的 但是我们说速途同归 你从这里出发到那个地方去 对对方从那个地方出发 也许经历都不同 但到头来可能都一样 用人生来说的话 有生就叫死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所以它实际上就安食看弟弟 现在你不能怨他了 现在刚好我的旅途 刚好我歇脚就去了陕西的凤翔 你现在先歇脚就去到边境 等候下一次的启程 每一个每个都一样 但我们不是说曾经陨落过 终于有一天在一起 我们的目标没改变 最终的一个归宿都依旧在 其实中间有些分叉 没关系的 就不要太在意任何一个点 洪飞拉夫寄东西 好 这样讲太虚幻 前面有一个比较论辩的方式出来 是有些人就说 东波这里面 水里以红爪 好像是表达了一种很虚无的思想 佛渣的一个道理 我觉得我们不要把东波看得太成熟 因为才是26岁 他的佛学的认知也不很深 也当刚刚进入仕途 虽然有离别的哀伤 可是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情 怎么会把东西看得那么虚幻呢 不可能的 怎么读诗也不能呢 以后来带他的那个年轻的时候的心情 也许后来东波 都听过人生很多的波折 有人生如虚幻的感叹 但这个时候还没有 而且不要忘记 这首诗是有对象的 是跟他弟弟说话 你不能看到弟弟背上去说 人生虚幻了 那弟弟还得了 哥哥都这样说了 我们就这样的就掉下去 我们绝对不会 这种事情告诉他弟弟 不要在乎他眼前的这些的一些得识 那怎么举例 他后来呢 啥四句呢 他就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走完很实际的生命经验的 他说老生已死成心他 他就把时间推到更前面 他说以前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住了一个绅士 有个奉贤和尚招呼了我们 现在就地穷游 来这个地方 那个老和尚已经去世了 原籍了 人不在 但是呢 那个星塔还藏着他的骨灰 对这个和尚来讲 人生就是他的旅途而已 留一个纸爪跟他认识 他现在在一个极略世界去了 对不对 现在有没有都无所谓 但是有东西就是物质上的都会变化 但精神是不朽的 起码我们来到一个地方 还记得起他 想起他当于如何招待我们 跟我们聊天 给我们那些启发 他没有死 他的形体不在了 他到别的地方去 比如洪飞走过之后 不在我们的眼前 但是我们曾经跟他在一起过的经验 留在你的心中 不会变的 洪飞 这个是一个经验 老生已死了 当然 坏必无有见就体 以前我们在这个寺庙的地方 提了一些诗 经过多少岁月之后 几年过去了 藏壁变坏了 诗也不留下什么痕迹 也辨识不出来的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存在 不代表它真的消失了 我们曾经提示的心情 我们回想起来 依旧历历如左 所以不管是老生也好 旧体也好 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往事 都是人生偶然留下的 雪梨红爪 过去就过去 不要留住它 对不对 但真的完全不消失吗 也不是 它还是让我们一记起来 它永远都存在 我们这一点 你要看东坡文学里面 这一点很重要 它的词不是纯然为词而作词 它的诗才是它写作的重心 在诗里面很多的观念想法 事实上都延伸在词里面去表达出来 不过在抒情的语调上 有些稍稍的差异而已 但基本精神是不变的 所以希望大家认识就是 东坡的情重要很深 我们就看得出来 不是一般的男女之情 此所呈现出来 那份兄弟之情 给他很重要的一些 启发的作用的 很多岁月会变化 但是慢慢也许有些东西都消失模糊了 可是有些东西还依旧存在 东坡再把时间往前推路 东坡谈我们未来 他问他弟弟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走到这段路 他把时间再倒数过去 他说晚一骑去还祭否 路长人困见屡死 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初 为什么要踏上征途 离家去考试 不是爸爸看着我们好像读书很认真的 然后把我们捆绑起来 带我们去考试的 我们不是也想越越欲诗吗 不是别人来牵托着我们 然后强迫我们做 是我们愿意去走出来的 这个的话 你有自己的选择 你有为你的选择而负责的 你看看 记得当时什么 路往御骑驱还祭否 当日他们跟着爸爸 然后借了一些钱 然后过着拼马 然后带着行李上路去 没想到我走到蜀道的山路是很艰困的 走路途中马死了 然后再变卖一些钱 买一个驳驢子 然后再把行李继续背负下去 那路多艰困 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段路 那么煎熬 多么久让他回去起来了 路长 人困 捡驢驢 还不记得我们走这个漫漫长路 人也疲惫不堪了 而那个驳驾的驢子不断的鸣叫 还记不记住那种生来 那种悲苦之处 所以有他弟弟要说 莫忘初衷 那是我们选择的人生的旅途 你除非就是忘掉这一切 你不想追求公民 不然的话就义无反顾 要勇敢地走下去 所以东部的文学门槛 加上这种很坚毅的精神 纵然前路坎坷 也许带来很多的哀伤悲痛 离别 胜离死别的哀伤 可是人既然要成长 要走人生的未来的路 你必须要勇敢去面对 要承担 你无法回避 所以东部的把这个点 回到这个点了 是我们选择 我们要走这条路的 就必须要勇敢走下去 我们讲东部的文学 我觉得这个起点很重要的 那东部起以前跟兄弟之间 或者跟爸爸去唱和写诗 那也许写出发挥他的财性 议论奔放 想象丰富 文才斐然 呈现出来 但真的扣合到情感的部分 那不容易的 直到这个离别 让东部就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了 开始寻找人生的出路 未来的方向 如何去平定这份爱上的情绪 这里面我们看到东部的一种操作的一种方式 两兄弟就在这里面 跌跌撞撞去成长 可在情理的一种互动交变之间 使得东部走出一个更 也许比别人更平稳的道路 因为他有所爱 也愿意去爱 愿意去承担 也愿意去追求 这个是在他的词里面 我们也看到这种精神的表现出来的 所以比如说 我们讲东部的文学 如果尤其他的词是情感的一个代表 那这一点核心的精神 我们先有记住 有前面所读到的 父亲为他命名 对他的期许 妈妈的教育 如果奠定他的基础 而且他如何去承担 还有兄弟的彼此的辅助 调整 让他的成长过得相对的比较圆容一些 比较有所调适 这个是东坡我们讲到前面的部分 然后我们了解到这种文体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里面的一种 它真正的意涵 那下面我们这个先把它忘掉了 回到词了 后面我们看到的是 东坡用一种比较小词的方式 来表达的一个情感 当然有 不是最完整了 如果你要了解东坡的文学生命世界的话 他的诗文应该篇幅更多 两千多首诗 不少无数的文章 可是词的去聚焦在情感的部分 尤其词所面对的 很多都是对时间的感伤 尤其人生有别的故事 在词里面成就不穷 如何去疏解 如何去面对 我们从东坡的三十几岁 田基到六十几岁 我们看到一个生命历程的一个演变的 那下面呢 我们要试图跟大家去分享了 介绍了 加东坡的这个词 它的分歧的作品 简单讲 我们把东坡的词 分成四个段落 四起 四个阶段 当然这是为了方便了 当然有些风格意识是很称次的 很难一概而论 不过这样的介绍也许会比较方便 刚好大家的书都是编年的一个建筑本 因此就很清楚看到它的一个成长的脉络 那文学研究无它的 我不可能的就是 如果我们时间够 当然可以一手一手一手读下去 但是时间很有限 才十几周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归纳整理的 所以文学研究的时候 就归纳整理 把相同的绘在一起 把别籍同意 然后参注彼此的意见的关系 所以分歧是必须要的一种归类的方式 那在分歧的过程中 当然也有各种题材的分野了 我们在里面也有辨别它们的意统 所以我们大体上呢 就以这本书的一个编年脉络 但是我们做一个聚焦的处理 分歧的时候呢 先掌握到这一期使用 都面对的时空环境 它关心的那些课题 然后后面也许有一个改编 要有另外关系的课题出来 但彼此应该有它的关联性的 情感的东西一以贯之 很难说族然有个变化 前因后果是有一个很明密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呢必须在里面去认清楚 那下面呢我们先从第一个阶段 东坡的杭州词开始 刚才谈到了 东坡填词啊 从杭州开始 是有些编年呢也许把时间推得更前 但我觉得都 纵然词的话都不成气候 偶尔一两手不足以影响的一个大局 我们还是以为了 东坡词真正的词心去表现 具体呈现出来还是从杭州的 比如刚才我们说了 东坡经过科举考试 后面临了生理死别很多的事情 没有时间 没有心情 没有环境去填词 因此 早期重量的作品都是零星的篇章 一直等到他35岁被调到杭州开始 一个诗艺人 充满时空流转的悲叹 前程往事 有些已经回不当初了 然后这些时候呢 刚好杭州的环境呢 初始他就有写州的环境 更重要的是 看到杭州 整个田区的心情就出来了 那下面呢我们先介绍啊 杭州这个地方跟东坡的一个关系 杭州当时是宋朝的一个 我们称为上州 上等于四个京城 宋代建都在开封 实际上并不稳当的 开封的地方是平地 它需要其他的陪都里面去啊 不算巩固啊 国家的一个政治 所以有所谓的东西南北啊 四个都城 那以后我们都会介绍到的 那西京是洛阳 东京都是开封 那南京呢是山丘 北京的是大明 对不对 有这几个地方 那在京城任官 当然官纸是很高的 当时杭州是上州 当时的地方的州郡呢 有不同的一个等级 你看你的地方的大小 人口的多寡 不定的 那杭州当然很重要 是相对于杭州 是一个上州 那地方的首长呢 我们称为支州 但这文学里面呢 我们呢 也许称它为太守啊 为了方便 称为太守 那有时候牵扯到 中国文字里面的 平字格律的 像支州 当然是正师的一个关系呢 支州两个字是平身 支州 敌身敌身 太守呢 是测身 所以一个诗词里面呢 谈到太守的时候呢 用测身 当然你不能用支州了 对不对 用它来代称的 宋代的很多时候 地方的首长都认为太守 所以用它来做一个代称 这个是一样的 那是上州的一个州郡 像杭州呢 居州是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首长 但是啊 他也许能力 而且啊 处理的事物太多了 所以需要一个副手来协助他的 东坡现在去担任杭州了 就是一个通判的一个工作 通判是一个富二之官 就是一个帮手 那当时宋代理当然也担心了 那么大的周郡 如果啊 这个太守是用心不良啊 那就很麻烦了 那啊 所以他就需要一个副手来协助他 名为协助实为监督 所以很多重要的一些财政的啊 一些履历方面的一个问题 都需要这个通判来联名盖章才能通行 所以不能有那个太守啊 就为所欲为了 他必须要跟那个通判好好合作 然后把政令呢 如平和的推动出去 所以这个通判在杭州来说是相对重要的 通判当了三年之后 派到一些主要中等的或者下州去任官的话 立刻就成为地方的支州了 那在宋代来讲 杭州的地方当然对东坡来说是相对重要的 从他的风土人情来讲吧 东坡啊 好了 当时啊 离开汉州 变京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问题 跟王安石不合 无法信服 推动信令 诸多妨碍 因此东坡带着一种很疲困的心情 离开汉州 来到杭州的 之前他的老师 欧阳修 张芳平 范正 一个一个都不止呢 就退休 不然就是辞职了 他弟弟呢也找他呢 一年前 就到地方呢 跟着张芳平去成州当人的一个书记 所以东坡算是那些有名的人物里面呢 跟新党的人周旋醉酒的人 可到最后呢 已经无力挽回 只能就黯然 就请退 但朝廷当然也忧郁他了 把他派到杭州当人通判 东坡刚到杭州的时候呢 当然一方面有感觉 杭州的风土人情呢 给他来说很大的一种欣慰的 因为他一直觉得呢 杭州地方好像他的家山没山 有山有水 所以他写了很多诗啊 仿佛好像回到故乡一样 有一种安抚他的心灵的作用的 刚开始他写诗里面很欣慰 能够来到杭州 过得那种田野的生活 好像从回故乡一样 但是一直久了之后呢 就觉得有点好山时 辜负了自己 虚度岁月一样 就生出一种无限的感伤 杭州毕竟不止梅州 也不能错把梅州当杭州 里面有很租借的心情 既心又喜 既心喜又有很感慨 所以里面有很多情节 后来他都把杭州当为 他姓名中的第二个故乡 是不少没有原因的 因为呢 您的政治翻过那么久 终于回到一个很平和的地方 但杭州不止这个 当然那个是歌舞生平的环境 那东坡州不迟也许 为了参加的地方的一些 有意的活动 被要求填辞 那是在所难免 这是为他人作家的一种表现方式 当然他的长官也喜欢 东坡就必须要在以配合 当然更重要一点我们注意到 东坡喜欢寒州 那地方会激发出他的情绪 因为在这地方 他也新交或者旧交的朋友 都很多都来到江南的地方来认贯 我们简单去讲的话 当时宋代在北宋有所谓的双城 我们的双城祭 一个以政治为重的一个变境 成为主流的政治的一个集中一个地方 失忆的人都往南边掉了 那朝廷有时候也不可能 就更除掉这个旧党的势力 也要忧郁这些长官 所以他都把那些好像不那么听话的 有意见的人都调到南方来了 所以杭州变成一个好像反对党的大本营了 在王岳市执政或者是新党执政的年间 杭州的执政往往都是去跟朝廷去做反 唱反调的一些官员去认官的 后来东坡来到杭州的他的长官 陈湘、杨慧先后都是跟王岳市不和来到南方的 以杭州为首 邻近的苏州、长州、润州、楚州、海州等地 都是因为同样的命运 跟王岳市不和来到南方 所以大家都相濡以沫了 形成一个地方的 南方地方跟北方的很壁垒分明的一个状态 当然好处的好生 我们的自己人都在一起的 可是宋代我们讲过 没有三年一掉 一两两年掉 你重视这份情感 不久了朋友离去了 东坡就透过诗词里面写这种宋悲的情怀 当然会更增加一种流落 流转生涯的一种悲伤 如果大家都平和也罢了 偏偏很多的宋王岳来的故事 东坡来到这里不久三年 他要被尿道去密咎了 因此他自己也要离去 不是你送人人也送你 在这边牵扯了很多的离别的情绪 因此词 你会说了不是为了别人创造 到最后你要面对自己的一种生命的 在宋王迎来之中 激发出动不过更多的情绪 所以刚开始写景囚上是 比较多是为别人创作 而且写出一种好玩的 娱乐的一个作品出来 可是写到后面的时候 送别 送你喜爱的朋友 你珍重的一份友情 你被送的时候 也很珍惜那份离别的情意 更重要的是 因为杭州和四年姐姐家乡来 所以词导入一种主观的情怀 就把一种客观为他人的创作 变为一种主要的 主观的抒情的一种再具 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个词里面 这种牵涉到一种这样的题材 就把东坡就把词 变成一种游戏的文章 就会有了 纳入了抒情诗的写作的一个范畴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轮廓 等一下我们要 开始介绍杭州词里面的一些特色 我们可以分门别的也先介绍一些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好 我们来继续上课 有没有课程的一些资讯 还有参考的资料讲义 都在电脑设计法上面 随时大家都要留意 所以有一些我都不详细去叙述了 因为文章都在上面 我希望大家自己去参考 有关韩州的背景 当时它的词的风格的特色 转编 分级的 种种都会在网络的资料上面 那课堂实际有些 所以我就不那么详尽的去介绍 有些背景的知识 那下面我们正式带大家去看东坡的词 我们是看了第一个阶段 杭州时期 我先假设大家好像对词都不认识 对这种文体 只知道它长短剧 风格比较起离 浪漫 柔美等等 但都不足以言 您去了解词的一个特性 我们必须要实际去阅读它 了解它怎么样的一个抒情方式 才知道它的情感的一个直处是什么 我们谈文学的情 跟你去看一个人去心理分析 然后了解它的情绪 他的心理是不一样的 它是透过文字表达出来 所以所谓的情都是以文字做规范去认识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它是用词这样的一种 好像三菱镜透现出来的一种光源 你必须要掌握到它的一个特质 所以我觉得我就在刚开始的时候 会慢慢带大家去看 怎么去体会一首词 是怎么样去抒情 那这里需要一些方法 我们讲东坡的词从杭州开始 它有简单分两类 一个是为他人创作的 一个就是写他自己的 词本来就有一种为人服务的一种功能 它是填词的人交付给歌女去演唱 以前大体上都是一些风花雪月 男欢女哀的故事 所以你不能说文人一定有这种际遇 然后去推论这个词 就代表他的生命经验 未必的 人可以去想象一些风流浪漫的故事 但是他实际的生活未必涉于风流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而东坡词的改变就是 除了这些类型之外 当然更重要的是 他打开一个视野 他把词导入了诗歌的题材 有些送别思乡 在杭州时期是他至关紧要的 两个重要的课题 当然这个时代 诗里面也有 但词表达起来 会更加的忧愿缠绵 我们看到他情感的一个表达部分 杭州时期是三年 那个时候东坡从北京 从汴京来到杭州 度过三年的岁月 从三十六七岁到三十八九岁之间 所以这里面三年 当然会有一个演变的历程 我们从他的词 从找到杭州 到后来离开的过程中 尤其最后一年 面临很多的送别的一些题材 他的情绪更加的多变化 又深刻 因此我们看到他的情感 在他的词的表达上面 如何由浅入深 由微微的出动 到非常悲切的表现 其中有个课题 我们会讲到的 只有东坡累 东坡很落泪的 也许刚开始是写人家 因离别而感伤落泪 但最后他写出他自己 我们说英雄有泪不倾堂 在东坡肃经文学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他如何在词里面 很真诚地表达这份情绪 我们很少看到 在诗人里面 指着自己痛不欲生 悲从中来 不断地落泪 这个在东坡文学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环 人有很多的情绪 比如平常 蹦得很紧 我们的正面情绪 一直要往正途里面去奋发 所以本个蹦得很紧 之后 你身体实际上很容易 就会很紧张 焦虑 但如果不有一种 适度把它解放出来的话 那生命会僵化 甚至是很容易会衰退的 所以适度的情绪的表现是很重要 但也不能过于泛滥 所以在东坡来说 已经引荐了很多年 过去的生离死别 父母的去世 弟弟的离别 政治的落空等等 在杭州的呈现下来 他的确 他愿意也勇敢地让它流泄出来 我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情绪 如何由浅入深的表现的一个轨迹 所以我们中央词看杭州戏 是像你看到一个变化的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看到词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第二点呢 我们有读的词 有发现了 过去的词也许很单纯的 为了教父给歌女唱 所以可能都是隐藏了你的主观的自我 好像自己扮演一个女孩子的角色 写出一种伤身卑调的情怀就好了 但如果东坡的词不是 他有一种抒情的自我 自己要呈现出来 是自己面对人间的离别 但是我们讲了 文学文字的创作 它不是单一的 它有对象的考虑 这点上呢 在东坡的文学里面 很清楚的两种风格 就在杭州的时候 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那牵涉到的是什么呢 东坡很珍惜的两位友情 都是他的长官 在省力之州去离职之后 代替他来的是陈湘 是东坡之前认识的一个前辈 然后现在来到杭州 当然他也是因为跟王安氏不和 来调到杭州任官 陈湘的字叫树谷 他是一个比较忠厚老实的一个诗人 他自己本身不喜欢 他不会填词 可是在歌舞环境中 有时候要求东坡填词 东坡当然是无法去违逆了 长官要求他就填写了 因为他喜欢听 那他就填写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比较 东坡尊敬的一位长辈 所以东坡有官写给他的词 尤其后来陈湘被调到去南京 就是另外的京城 商丘里面去任职的时候 现在是高深的 从上周到京城里面 当一个首长的话是升职的 东坡看书 对对杭州是非常好的 如果朝廷有意栽培你 未来去出任宰相的话 最佳历练的地方首长 就是杭州 所以有了杭州的经验很重要 那陈湘来到这边 对对东坡也很好 如儿子一样的对对 当然工作真的很繁忙 偶尔有些应酬 东坡也参加 也要被要求去写作 后来陈湘离去了 东坡去送别他 东坡这个时候的送别词 主要针对的对象 就是这两位长官 写了非常多首 十几二十首 但因为陈湘是他尊敬的一个长辈 因此你写给他的词 就不能够造次 不能够说随随便便 好像我们很麻吉一样的 随便乱讲 必须有一种恭敬 所以东坡用的比较 比较文雅一点的语句 温柔一点的 不那么直接扑出情感的方式 来表达这种送别的情怀 因此可以说了 东坡用了一种比较轻力的文笔 来写出送别哀伤的情绪 因为这个长官的 他的身份 多么对他的态度 而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文学充足 有考虑这一点的 对象的预设 会影响到你的比调的 比如说我们 一天到头都有很多文字书写 然后你要在网路上 你跟你的好朋友 非常的友好的 你在Facebook 他在胡呛烂呛的 所以很多话都说得出来 但我们最怕我爸爸妈妈 也参与我的Facebook 有时候话就不变得说清楚了 因为又跟他讲话 也恭敬一点 所以整个语调就会改变了 所以我们读文学的时候 尤其有考虑到 他是跟谁在说话 会影响到他的用词用语 他的风格的动向的 就这一点我们看到 你读 他跟陈生所写的词 都比较情商之类的 他陈生离去之后换来另外一个支州 叫杨慧 杨慧跟东坡就比较亲密 亲密一点的 杨慧在一方面他也喜欢音乐 他编了一个本事集 收入当时流行的歌曲的一些本事 他喜欢 另外更重要的是 杨慧跟东坡都是四川人 东坡是梅山人 他是缅州人 两个人也可以说了他上欲骨子 讲起话来就可以用讲方言了 对不对 我们都有这种习惯 你在外国来说 又从中国人 华人很亲切 讲起话来就比较热情 所以这里面变得 语言就比较活泼 所以语言就比较生动 更直接 有些课题 都不面对陈生不愿意说的 比如说思想的情怀 大家都离别在外了 很难说 对不对 说起来也令人感伤 但是碰到杨慧也不一样了 当然来自四川 讲起家乡的风物 食物 风景 大家就唱首预言 所以东坡跟丞相很少因他 而想到他的家乡的故事 可是却是跟杨慧会讲到故乡之情 题材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的对象不一样了 对不对 用的语句就比较豪荡 当然两个人比较起来 杨慧是一个比较 你可以说比较粗犷一点的 比较豪荡一点的人 所以东坡的词风就被诱发出来 不那么一样的一种清新雅力一点的 他就比较豪荡 一种豪情被激发出来 用的语言跟散文化跟直接 情绪也不那么间接的 所以这些行人动坡了 后来风格两个很重要的面向 插好 杭州刚开始填字的时候 有两个这样的值得重视的对象 让他去书写 因此风格就叛然了 就两者都呈现出来 最后来一年过后 东坡就调到秘州 刚好恰到好处 他用一个同样的词牌 将成词 就揮画出这两种风格的 一首叫秘州打猎 老父留发少年狂 是根据这个豪荡词出来的 另外一首 是跟最哀伤的 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 从亲历的比较 就跟哀伤的情调 有这种风格 所以定定他的风格 就在一两年之后 所以这个前因就从这里开始了 所以我们要看东坡词 也要看看 他是为谁写作 为自己讲的话 或者跟对方讲的话 会不一样 那谁给兄弟又不同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 读东坡词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这些对象的选择 语调的使用 风格的形成都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两个概念 一个是 了解东坡词 它不是静态的单一的东西 它有一个时间演变的一个历程 它的情绪 如何由无到有 由浅到深 会看到很清楚的 它有如何去面对疏解 清清楚楚 那这个是一点 这也是第二点 好 刚才讲了 词中然是用豪荡 但词毕竟不是散文 不是我手写我口的方式 它还是相对是比较委婉 忧怨缠绵的 中国文人的事实上 很少直接言情 所以我们看词的时候 发现有些情语 当然很多 但是更多的是 用间接的手法来言情 东坡当然也不例外了 它相对比别人多了一些 直接的语言 但是还是维持词的一种 比较含蓄委婉的特色 所以我们看得出了 词的表达上面 有另外的特色 王国维 人间词话说一句话 他说一切景语 皆情语 在诗词里面 我们想到 以及写景的一些风景呈现 它绝对不是客观的 我们在文学里面 大概找不到 真的完全客观的一些书写 你只要书写出来 有你的角度 有你的书写的一些方式 就有主观的情怀在其中 所以不能说都千变欲了 中国山水士都写山水 写永物都是永化 是不是的 他怎么写 怎么角度 都有个人的特色 所以王国说这句话 也是很适用在读词的部分 他说一切的景语 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去看诗词 中国诗人很喜欢就是 用以景言情的手法来写作 景中有气氛 有气味 有温度 更有感情 那个景不是空泛的 如果你读下去 发现那词所呈现出来 做一个很立体的感觉 作家是怎么心情 他投射出的景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说了 词 它是按照音乐的轨迹来演进 所以它有几个特色的 第一 它是有一个往前 一种旋律节奏一样 有一种往前推进的轨迹 所以我们读词 有跟着这个旋律走的 你不能断章取义 跟着第一句 怎么开篇 还有音乐旋律 一个一个带你过去 但音符过去了 实际上并不是不存在 后面的音符 跟它是呼应的 所以词才是一种 威威道来 如春蚕土寺一样 你要跟着它的轨迹 慢慢慢慢慢慢前进 所以读词的时候 要从头读到尾 跟着它的脉络 去前进 这是第一点 就是要注意到 词的前进的一个方式 所以词往往是什么呢 会把情绪慢慢润亮的 也许先把我们带到 那个情况当中 比如说 你不了解吗 那我就给你带到 那个情境里面 就是春天 写到春天的景色 然后我们的春天的景色里面 慢慢受到外面的 气候的影响 影响性情 慢慢导引到情绪出来 所以词者会看得出 一种变化的 我们说景随情转 反过来 情也随景转 景色是跟情感变化的 那景色就不是单一的 如果心情好的 那个景就是亮丽的 明亮的 用的颜色就非常的丰富 但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 突然是有个 鲨鱼了 黄昏了 就暗淡的氛围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得出 词人虚然 我们去问 比如说李白 你读了很多李白诗 但有一天 如果我们要拍一个 李白的一个传记电影 你怎么就把这个 李白的生命 词人呈现出来 第一个你必须要 构思好了 你的底片用什么底色 来最能够呈现 你用灰蒙的 是冷色还是暖色 那我们再次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选择一个颜色 代表李白的生命 你要选什么样的颜色 李白吗 当然白色 当然我们是这样想 但是不是的 你读完它的事 就知道了 你需要慢慢地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假如我们说 如物故人 到历史的一个舞台里面去 跟诗人相处 我们是透过诗人是他的 因此你想想看的 你看到李白 你看到杜甫 看到李上颖 你发现 他们都在不同的空间呈现 而每个空间都有不同的色泽 对不对 李白是比较开阔的 在沙山水之间很澎湃的气象 风云轮转 而杜甫就比较幽怨一点了 冰幻马乱 李上颖就躲在一个很幽暗的世界了 不是每个诗人都有色彩吗 他的诗就呈现这个东西了 这个诗人不能 无法隐藏的 他是怎么一个个性 投射出来 他的诗中的色彩 气味 气氛 都跟他生命有关联的 如果你不相信 打开手机 看看你们拍的照片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是一个亮丽的人生 还是暗淡的人生 你的照片会告诉你 立刻投射出来 我们反其道而行 看文学作品也一样 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色泽 不同的绿片 来看待人生 有不同的观看的方式 所以这个不能隐瞒的 所以我们在看事情里面 一些景语 一些情语 所有写景 叙述的故事 都跟情感有关 所以就跟脉络来看 所以词就是很真实 它是不是一个 告诉你概念 它里面有故事 你知道吗 但词告诉你 春天来的时候 我又会樱花的凋落 感受生命的消失 想起我的故人 里面有个轨迹变化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我们去掌握词情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在结尾 为什么 作家会把最重要的情绪 从慢慢的酝酿 然后生发 推进 到最后才把情绪告诉你 所以词往往会把重要的家具 景语放在截篇 所以大家记得了 东坡词里面最漂亮的句子 大概都是那几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长君 就是结尾了 也无风雨也无情 对不对 不是也在结尾吗 此经暗处在词 在无乡 在此乡 都是在最后的结尾 李清照也很会填一词 他也是放在结尾的 所以词 诗的不一样 略是可能是中间的对句的 春藏道士思放尽 那句成灰类石干 用了很大的力气 是中间的对联 但词往往都是放在结篇 因为它是情感最后要爆发 然后书发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写到最后的时候音乐就回荡了 所以我们看 现在流行歌曲創作也一样的 所以看现在流行歌曲很多重要的 动人的句子都在最后来几句 而且往往最后那几句就是歌名 关键就是这里面 所以会变化的 由景到情 那这里面由景到情 事实上呢 我们还讲一个概念 中文一节情语 这些情语 那个景也不是空泛的 它营运那样的一个情在情中了 但它最后会把情语 直接说出来 那时候比较间接 到最后再直接 但中院有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什么呢 就是意识到时间 如果在景的过程中 意识到时间变化 开始人的情绪被破洞了 诗词都是这样写的 比如说好 王之焕 灯灌雀楼 白玉衣衫静 黄河入海流 白玉衣衫 而静 就看到时间变化了 太阳逐渐逐渐下沉 而黄河入海流 王河从这里流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里面有个时间变化 时间变化呢 开始人的激动了 欲从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如果在有生之事时 最短暂的时间 掌握最后的美好呢 所以必须要奋发 掌握到最后的时光 所以时间意识是很重要 我们读任何作品去看看 诗人如何在写景的过程中 意识到时间 一时间意识到 开始就生起各种的情绪出来 一种今不如习 往事不堪 美梦落空 理想难成的一种无赖 就会出来 所以我们读诗语以后 都读到这一点 在景于情之间的一个实践意识 那这诗会靠出整个演变的历程 所以词基本上来讲 会用 东坡也尤其 也一样的 中原它很多直白的语言 可是还是维持词的委婉之美 那今天言情有几个方式 一个就是刚才说了 以景欲情 看他写什么景 他怎么去观看世界 投摄他的情绪 或者从里面生发情绪 那是很重要的 尤其一些抒情的词 纯粹写景也不用看了 但词基本上很少 纯粹写景写山水的词篇 往往都会跟情感有关 那是词的基本的写作规范 好了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 比如观观之咒 在河之咒 这不是先写景吗 就引起自己心中的情 就是有讨熟女君子好求 有没有关联 是有为非有之间 但起码有一个过渡的 这个是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熟悉 但词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 我们说代你肃情 为什么呢 因为词它的写作不是说 写这首诗交给你看的 它有一个过渡的 有一个第三者的一个仲介的作用 为什么 它要写出来 甚至在一种歌舞环境里面 它是要让第三者搬你传唱出来的 因此它不是直接 我要写一首诗送给你 我会假装 也许要会假装 或者扮演一个女孩子小事 让那个女孩子磨砺的心情 让她唱给你听 来表达我 所以从中比较间接的 我不直接说 我借歌流之口 说出我对你的离情意义 多么久不久有很多人的创作了 有时候真的男生送别 伤心流泪 但是很不好 也不堪 也不愿意表达 既然女孩子可以代劳了 我就假托一个女孩子的口吻 说出对你的深情 这个女孩子也代表我了 但是我不变的 女生就比较容易透过她的动作 声帽去传达出来 连泪水都可以透过她来传情 这就是带泥的方式 那是诗 诗当然也有了 主要归院诗 但诗更多 就透过第三者 所以会隐藏这些情绪的 我不直接说了 我写给歌旅 帮我代为表达 一种带泥的方式 也是间接言行的 东坡当然在杭州市 也看到这个部分的 所以她的诗歌旅 事实上呢 也可以说是她的分身 我不变的由第三者 而且女孩子说起情话来 会比较 也许比较真 真 真 真自动人吧 所以用这个方式也是很好的方式 所以当然听的人也心里有书 竟然是东坡写的 中坡没有直接表达了 我也领受了 那些女孩子已经在场合中 做了这样的表现 好 这是一点 还有第三种呢 就是比较间接的 有时候说我思念你 有时候就必辟很得当 所以中国诗人很多的方式 用什么呢 我们说对面言情的方式 不说我想念你 说你思念我 换我心为理性 让你的去说 当然这个必须说 你的情感有绝对的信任 不然对方说我哪有这回事 那种很麻烦很尴尬的对不对 但这个看得出 中国对人情的一份信赖 你只有相信他 他才存在的 如果你有否定 对方听说都不是你的 你何必再写词呢 你制作多情无意识的 所以中国诗人 尤其一些比较 社会性格特别强 人情深厚 尤其他对情感 特别关注的诗人 最会用这种手法 如果比较起来 李白比较很少关心别人 他只关心我自己 但是相对的 杜甫就不一样了 你看他写月夜 他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想念的太太 其实偏偏说他太太那边私恋我 不是什么 他是一个对情感有信任的人 我宁愿相信 你不能怀疑的 中央是一厢情愿 但只要相信 他也有存在的可能 如果你都怀疑的话 他就唯有意义的 你跟刘勇也一样的 对不对 想家人庄楼勇望 勿指回天际是贵州 真知我以难甘处 正人凌愁 也是换我心为理心的 但我流浪在外了 但那些巴生干的时候 我当我想念你了 但是我想念你在那边 既然我不能回去了 我假想你因为我不回去 所以你每天早上都在那边 守候在江边的楼台 等候我回来 可是多少次 你错把别人的船 以为是我的船 只要我一不回去 你永远都落空 这对情感的信任 你不能说他不会想我 那这就百大了 对不对 中央信任就是有这份信任的 看到人情的可贵 这些有些词里面 你特别要相信 你不能先否定掉他 不然的话 那个等待就会落空 生命就完全虚妄 这是人情很重要的表达 而这一点呢 东坡当然也不例外 他是一个多情的人 当然可以相信这一点 以后我们读到词里面 东坡有一句话 我思君处 君思我 他多有自信心 只有我想念你的 我想念你也跑不开 你一定也在想念我 这是人情的 无穷的信任 人才有值得活下去的动力 这是我们文学里面看到 这种表达手法 不是一种修辞学 它是对人情的一种信任 所呈现出来的方式 这在词里面很生动的 用这种表达出来 所以万物有情 那从呢 以简言情的 他看得出了 人与物是可以互动交感的 万物有情 所以也许某些警示 会引起我们的情绪的波动 会带来悲伤 负面的情绪 但是也可以靠外的警示 会疏解自己的忧伤的情绪 它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你相信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唯一 情感是会互动的 尽管偶尔会带来悲伤 但有时候也会 雨过天轻 也会受到情境 情境的影响 来引起不同的心情 所以你看词里面有时候 会有这样的变化 所以东坡最喜欢的是什么 写雨后放情 下雨的时候 感到人在彷徨无意 很无赖 但是不久 会回来 雨中就会停 一停的话 心情就好多了 当然最后更要超脱 所谓风雨 也无风雨 也无情 所以这个情感会变化 情感会影响你的情绪 所以这里面 看得出人与物之间的关联 那在对面言起里面 也看得出了 人与我是有交感的 人不是孤立于外的 你的情感是有所依托 也相信对方也如实对待你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种表演手法里面 看到中国人情的一种很真实温暖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读词里面 我们看到这种表现手法了 这时我们就开始很白 在进入词的时候 这些都要把它记住 我们讲词的时候会看得出 这些表现是很生动活泼的呈现出来的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了 阅读东坡的杭族词 丁内刚才看的是一种 东坡漁和透过词来写景 但我们说了 严格说来词很少 非常少 纯粹写景之作 词毕竟是跟着音符来填唱 这些音符节奏 往往都是比较和牵动情绪的一种乐音 因此除非你完全抛开这种音乐 不顾虑了 不然的话 你应该都会受到牵连 因此纵然写景 景中还是有情 不管是快乐还是悲哀的情绪 所以严格说来实际上 词绝少绝对写景之作 往往都是景中有情 而抒情是它重要的成分 那上面我们看了对照良阙词 一个是快节奏的 一个是慢节奏的 一个好的诗人 都能够掌握到这种特色的 比如我举例像李白也一样很厉害 李白写慢节奏 在这里看他写一个归院诗 玉介院 玉介深白露夜酒青楼瓦 缺下水晶的玲瓦 很慢的节奏 一个动作就带着久久的 但他写到夏藏林就不一样了 两岸元圣提不住 清酒以过万从上 快慢兼宜 词也一样的 音乐也有快节奏 有慢节奏的 一个好的词人 不能只会写慢的东西 更能够掌握快速度的变化 那下面我们看的确词 就在第九页 第四首的行箱子 那你们说到编好 一个编码 以后都跟大家讲的是一个编码 比如说第四首 你知道在词牌前面有个四 你翻开词的词里面就知道了 那有些前面有个目录 上面有一二三四首的 就是现在我们先从第四首看起 就是它的行箱子 在第九页到第十一阶间 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东坡说 他平生三世不如人 其中一个就是不会唱小曲 对他来说 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可是来到杭州 以东坡的聪明 他不得不赶快学会 为什么 他长官喜欢 你必须要配合着一种外在的要求 但东坡偶尔也会手痒 也会过去写式的精英来驾驭这个词篇 写的也相当有特色的 我们可以先用一种技巧的一个 灵活的一个运用 看看东坡如何驾驭这个词篇 那词有词牌 行箱子是一个词牌 一个词调 它有固定的音调旋律的 你除非不甜 当然东坡也许他很聪明 听过人唱了 所以他就顺手连来 但这个词事实上 它不是在各楼祭院里面写的 它使这个时候奉派到外宪式去寻 寻室民影 因为顺便一提的是 东坡早期认官 就是地方都有一些不幸 只要他一到这个地方 都有一些灾难的 东坡一到杭州的第二年 有蝗虫有旱灾 所以城上就是要求东坡 那一年的冬天 就必须要出外寻访 来解决民生的困苦 来救灾 所以东坡是很累 一方面他身体有病了 尤其隆冬之时 离开家人的外县市去 那一年新年也回不了家了 心情系上是蛮低落的 不过东坡也蛮能够是苦中作乐 所以这首词也写出他 他写了这些词 他经过这个地方留下的一个痕迹 那东坡词这个特色 它是属于抒情的词 它不是一般的只有词牌而已 里面有个题目叫 过七里赖 实际上只有固定的一个音调的节奏 字数大概都差不多了 但过七里赖是东坡复杂的标题 所以说这个题目不是一般的割履的词 它是文人写作的 它写出他的一种经验 那关键是什么 一个洞子过七里赖 那个七里赖是在这张铜炉县 延林山西边的富春江上 诸解有我都不多说了 反正就是富春山旁边的一条水域 那所谓赖是什么呢 赖就是水很湍急流过一个浅滩 因此没有受到障碍 因此水流就很湍急的流过去 那里头赖 那地方很长 所以叫七里赖 所以你从上游划船下去 你根本不用划船 船被水就冲下去了 好像云烧飞车一样 所以就觉得很舒服 东坡也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所以写的这个词叫过七里赖 那当然我们看东坡如何 用他的诗的才能来驾驭词篇 他也知道这个词是长调 是长片的一个调子 有上下片 上下两段 那所谓的上下片就是呢 过去的词都是 以古到经 因景之情 由远到尽 就是这样写的 东坡也不例外 又掌握这个特色 上下有分野 所以这些词里面呢 既然这个地方有山有水 我上面写水 后面写山好了 他就分开两段来写 你看出了他这一步一趋 写起来也难民动了 但难免呢 还是千奏的一个惯例来写作 还没看出他真正的一个特色 不过呢 基本的才华还可以流露出来 尤其他掌握词的一个动感 好了 我刚才说了 这首词不是说 词牌不是叫 形象子 七里赖 如果他说叫七里赖 就告诉你 是写那个地方的风景而已 但这里面关键是个过字 过字是呢 经过 所以里面要写出一种流动的感觉 我如何一站一站走过去 要写出一种速度感 所以看到东坡怎么 如何掌握这个课题 我要过七里赖 这个才是它的关键 就过 好 这次我们先看看它的内容 一夜周清了 双蒋红金 水天清影战颇平 鱼帆早进路点燕厅 过沙溪急 双溪冷 月月溪明 重重四画 曲曲如平 算当年虚劳延邻 君臣一梦 金谷空明 但远山长 云山乱 小山清 中文现在音乐不在了 可是它的一个传短曲的节奏 尤其这个词牌 上下片的最后三个牌曲 一个一个 看得出一种很短促的语句 产生一种 一种节奏的快速变化的感觉出来 东坡充分地用这种词调里面在写这个 以这个形象指 一般的文人手中也许都写这种 亭台楼阁 商君悲臭的情绪 但东坡居然不理这些了 他写出他自己的生活经验 那是一个大胆的尝词 看得出东坡这种 一方面他手的规矩 一方面看得出了他突破的一种用心 这个词描写就是过气里来 中间这个过 源头所看到的景象 我们跟着东坡走 我们说词 我们刚才说了 一方面词的表现就是有一个时间演变的轨迹 如何从一个音符到一个音符 最后的结尾 有一个眼睛的历程 还有就是 词毕竟就是要透过一个歌者唱给你听 有注意他就唱给你听 现在我们听一首流行歌曲 我们有很多的享受 但也使得我们只有一种比较懒惰了 就不用想象力的 现在歌词比较多是情语 很少情语的 你现在回想起来 现在流行歌曲很多都说 那种如何你爱我 我爱你 周长不已的情绪 对不对 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情话 周长不清 很少写情 为什么现在流行歌曲 导演就知道了 我只要拍个好的MV给你看的话 你配个歌词 我们得记得 所以现在我们去欣赏一首流行歌曲 可能并不单纯 你喜欢一首流行歌曲 太多外在的因素了 并不纯然是歌词很美 如果你真的要跳歌词的话 其实很多语句都不通的 你看范文山很多的一些假古典的东西 对不对 真的如果你用语法里面去看都不通 但为什么要打动 也有很多因素 可能现在最关键要是旋律 只要旋律好听就会打动你 歌词点到乱七八糟都没关系 旋律好听 再来就很好的超拍摄的一个导演 第一 背景好看 更好配上连续剧的剧情更好 找好漂亮的女生 很俊美的男生来当演员 那就很很好的 所以我们写的歌词 可能并不是因为歌词很美 可能因为旋律好听 可能你喜欢上里面的男主角女主角 甚至你可能很迷恋那个歌词 你就是他的粉丝 不管他唱什么 不唱你就觉得很好听 所以里面就不单纯 你的歌词不是的 你的歌词是什么 它就是真的你只能听 你的歌词是 我们想想看 张东坡这个歌词出来 它不是一个文本给你去阅读 你是现实 可能第一个公开的时候 他正式招呼给歌词唱出来的 所以歌词就扮演一个角色 就代言 带一个作者来唱给你听 所以里面 我们说歌词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一个倾诉的作用 透过他假设 你正在词很认真的去聆听他 因此扮唱歌的人 唱着词的人 就必须扮演一个 我向你说话倾诉的一种 一种动机 必须要如实的把你所体会的东西 来透露给你 给你具体去看到 所以词有一种凝场感的 让你感觉到触摸得到 那怎么的方式呢 好 我们听 我们假设你现在在宋代 好 我们在歌楼纪圆听歌词 歌词了 歌语的第一词 要公开东坡这些词 那你跟着东坡唱了 他说 怎么在这里 当我们听到歌词的时候 我们的聚精会神 以前的歌词 每个字音都发得非常的精准 各种的母音子音团音 通通的清楚 而且要很缓慢 因此我们聆听者 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就在座位上 根据一个词 一个词的刺激 来想象这个画面 所以以前词不能太快的 你如果穿Web给他听的话 大概就很难抓的 对不对 但以前的词不是 万条是理的 缓缓到来 因此听众闭着眼睛 跟着文字 自己在那边挥舞了 就透过文字的组合 整个空间变化都出来了 你自己有扮演 好像一个投影机一样的 在老海里面投出一个影像出来 所以诗人有义务 要把那个场景 如实给你吸收得到 有吗 所以词不能说 有很多区幻概念的话的 所以词很常 如果写了《歌楼自愿》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写到了 一个女孩子 如果以着窗前 拿着蜡烛 穿着什么的衣服 因为这些都是她有的配备 《歌楼自愿》就有的场景 她会端出来的 这些都是她的道具 从而没有了 你都很熟悉 知道吗 这是词所产生的功能 它扮演一种 就是你要把它 当成好像电影一样 她总是你要吸收她的这些符号 来做组合 所以词里面 很多物质具体的东西 会呈现出来的 东坡也不例外 把那个山水的景都给你看到 你就会如在奇境当中 但这个写出来的时候 它好像电影播放一样 立刻就在你面前 所以词 我们去分析起来是 词的时态很奇怪的 比如说当理后主写出一首《望江南》 他说写梦远 只有说花月正春风 它是回想过去的 正春风是什么 花月正春风 那正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回忆当下 那个景皱在面前 词的传达的方式 打破了时空凡离的 就像电影一样的 当一个老人家 在荧幕上 告诉我 从我的童年往事 这样 现在我们看到老人家 在你的荧幕前 可是当荧幕一打开 我们立刻到老人的少年 少时候的世界 立刻呈现他的街道 是以前的世界 正在发生着 所以词采取出这种方式 就是让你的一种临场感 所以我们要看到词里面 写到当年《望玉》 你不要就是过去过去 一起去了解它 当一个词人写到的时候 那个事情好像还在面前发生着 立立如坐 我多少次跟很多外国的学者讲 看到中国这些 当年《望玉》的词汇 不要立刻把它翻译为过去式 它是现在进行式 正在发生着 这种用电影的欣赏 就在现在发生着 你不要老是识的 还是过去 还是未来 你正在享受当下 你知道吗 你正在走在这个情境当中 所以东坡这个词 写过去以来 老实说 它不是八九百年前 东坡做创作 如果有一天 你坐着船 跟着东坡走一个台车 这个词就是在面前表演给你看到的 正在发生着 这个过不是过去式 你随时都会附件它的 因为它还是发生着 这是词的一种抒情功能 临场 当下 表现 也记得这个 所以不要老实用我们的 习惯的思辨 就是了解词的一种实态 对不对 有东西一样的 你正在上课 其实有些同学 正在 不是正在上课 他可能想起他的情人 刚才吃饭的时候 闹脾气的当下 对不对 你正在哪里 你正在那个饭局 你正在那个街头上 你正在家里面 那个享受他的你的生活 你不塞我当下 所以正在是我们用另外一种 心理的因素来了解 不是一个正确的实践观念 这是希望大家读词的时候 有记得这一点 好 我们看东坡怎么带我们走了 所以它是一个推进方式的 你看这里有了 所以里面呢 有个时空变化的 东坡就掌握这一点了 既然要过去以来 要过 当然有一个起点 有个终点 有了空间变化 当然就有时间推移的轨迹在其中 东坡这个词也从了一天 白天 傍晚 到晚上写到清晨 整首次按照时序变化来推展 它没有改变 它只是一个历程 所以这个词你又掌握到 这个时空 这样的一个 交变的作用了 好了 现在我们看到了 一夜周情 画面就出来了 如果你读词的时候 你有想象 这个好像是一个电影的操作 对不对 这几个剧本 当一个词人 像周邦彦 刘勇 写一个词出来 他找给歌旅唱 你知道吗 词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空间设计 这可以方便人做一些布景设计的 而且用道具的摆明 但词更重要 会继续迷移 把女孩的动作写出来的 他如何拖得相塞 如何皱的眉头 如何挥泪 如何告别挥手 为什么 这里就可以方便一个歌者 拿起这个词的时候 它好像一个小剧本 你可以根据它来演出 所以后来词不止 拿着歌词里面 坐在那边弹琵琶 所以有些人可以根据词的 如果写得很深度的话 跟着他来表演动作 那词人已经告诉你 要这里要做什么动作 后来我们的戏剧 就从词慢慢发展出来 几个这样的词组合起来 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 所以词里面有动作 你一看得出它怎么用 当然这也是 以后讲到这些男女的相似怨别 只会更生动 这也是一个写景的词 好 它说 夜周青 双甲红金 刚刚开始的时候 词式上呢 当然我们说了很多的对句 但词跟诗不同 律诗里面说的一个对句 一定要对上去 但词可以不用的 没有明文规定 但东坡因为写诗 写习惯了 只要是四言两句 八言两句 七言两句 它一定对上去 对得好也罢 对不好就很深意 那么刚开始 这首词词看得出了 他刚开始说 其实是绑住的 一页对双甲 周青对红金 清清楚楚的对句 诗人写诗写习惯了 他就这样写 但也不妨碍了 反正很多文章都这样写的 但后来你看 东坡道的中后期以后 他的词就不这样写的 很多的散文语句 他就充分掌握了 擺脱这种格律要求 本来词就是由 生动活泼自然 平易经验为上 不是讲究文字的对称美丽的 东坡道的这刚开始 还是受到这个词牌的影响 一页清周 双甲红金 就是说 用相组 一划下去 飞红就会金飞起来 因为有动作 这也是一个起航 起端的 好了 下面说 一划出去看到什么 水天清 影战波平 战就是很澄清的意思 影子很澄清 那个坡文很平 因为我们说 那个赖就是 那个水流在一个很浅滩 没有受到什么障碍 所以 因为流得很快 不流夹子 所以很清 很清澄的 影战波平 这是刚开始 东坡看到的一个画面 但那词在滑动的时候 开始就会惊动很多的事物了 也有很多变化了 我们说 走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看到下面写的 鱼翻早晶 露点烟亭 刚才写的 是一个比较很生动的 一个客观描述的一个景 没有什么动作的 夜周晶 双脚红晶 很客观的描述 但写到这里的时候 开始加重这种动作了 鱼是翻的 翻动着 在哪里翻动 早晶 那个晶 就形容水 水明如晶 好像晶面一样的 下面有水晶 就说了一个鱼 仿佛从水沼里面 很平静的镜面 跳出来了 那是由下往上的 看到这个画面 因为很清澈 所以一个静景的出来 看到鱼仿佛 走在鱼很平静的镜面上 水草丛中就飞跃起来 就是鱼翻早晶 那这个镜头 你看到一个往上 越动的姿态的 往上一扬 我们说 东坡当然受到 传统的山水诗的影响了 一个对峙下来 最好就是 有互补互衬的 一上又一下 鱼就仿佛跳起来 但如果我们 从另外想到 这个画面更美 为什么呢 以前的女孩子 找一种铜镜 对不对 铜镜磨得很光亮的 铜镜的背后 一个把手 往往呢 后面会有一些 雕刻的花纹 来修设 前面当然有瓶 不能有花纹 不能叫做画面 后面一定有这些花纹的 有些用龙 用凤 更多的龙 雕一些水草 在后面 所以作者现在有这个经验的 也许她太太曾经有这样的镜面 所以看到这个鱼 在水草里面跳出来 它仿佛好像在我们的铜镜面上 有些鱼也从那边跳出来一样 这鱼翻找尽 是蛮生动的 看得出诗人开始用力的 把这个动态写出来 上面一句 露点烟听 露丝在烟幕弥漫的一个沙岸边 看到鱼从这边飞越了 什么是点 因为船经过 它本来很安心的 从上面降下来 在那边可能喝水去抓鱼 可是可能受到惊动 一轻轻下来 点一点水就飞起来了 就点 露点烟听 在烟幕弥漫的烟蓝之气 沙岸边看到鸟从这边点一点就飞起来 刚才鱼从水面跳起来 掉下去 现在露丝从上面跳下来 再飞起来 里面一上一下 才能动态的一个美感出来 这蛮生动 你看东坡 它用了它写山水式的技巧 来驾驭这两句 一远一近一高一低 而且两个动作刚好相反的 鱼从上面跳起来再掉下去 鱼从上面上下来再飞起来 刚好是相反的一个状态 露点烟听 好了 这里面讲到烟 像我们说的井水晴转 这时候已经开始了 不是大白天了 刚才影战波片的时候 还看到比较明亮 对不对 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时间已经走了一段了 然后空间就开始变化了 烟的时候已经看到了 已经是可能是傍晚的时候了 烟南迷蒙在三季了 对不对 那时候才感觉到 这个船已经 又过得更快了 它说过沙溪吉 双溪冷 月溪明 你看过起来过就来了 这个过是一个领字 带领下面三句 这个过是一个 要你注意的一个动作 一个穿过一个 所以三句话 作者用了很短的句子 表达很快的节奏变化 然后用这种声音的效果 很巧妙的唤起 传了经过显摊那种 速度变化的感觉经验 过什么 你看 你目不暇急的 你看你用 《两岸人生提不住》 《青州与个万重山》的七言句 就不一样了 这里有很多的变化 看你读完这句 因为上面有一个景的 看到作者有写出这种 舒服变化的一个流动的画面出来 三句三个景 第一个是 经过沙石累累的七段 它感觉那是枝 因为没有妨碍 一滑就过去了 沙溪枝 因为是沙而已 没有石头 不需要什么控制的 船就这样滑过去了 就是沙溪枝 快速的时候 最后双溪冷 就像一个双溪弥漫的一个七段的时候 感觉是冷 因为走到更深的地方去了 我们说了 诗词是有感觉的 作者不需要把视觉听觉 也把出觉给你感觉 你越走越忧深 走得很狭隘的 而且呢 为什么会双溪 因为冷 为什么冷 因为这个季节就是这样的 而且是晚上的 已经是晚上的景了 是双溪是冷的 在经过一段的时候 下面呢 突然之间呢 月亮高照的 一个湿段的时候 当然呢 忽然开蓝了 月亮照上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是感觉是明亮的 那时候呢 也不能再往前走 因为太月亮淫出来 晚上夜行也不好 开始要靠岸了 就月昔明 所以这里面呢 空间变化 三句话 从傍晚一直到滚过来 三句话 逐渐晕到晚上了 空间变化了 但是也暗示了 时间也在变化着 这个东坡 这个是 我们看的是他早期的作品 拿他来写见的景 不简单 他的诗还没有这样表现 而词却是掌握着 这种速度感 这是有别于 七言式表达的方式 非常明快的一种转折 这里呢 东坡扣紧水 水路 写水 他上片 集中写水的变化 那这里当然是有水有山 所以下片呢 这转而写山了 来等一下我们看 东坡怎么翻转过来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刚才我们就介绍过 词的一些表演的特色 另外就是 词因为 它是透过音乐来传情 是要倾诉给别人听 它刚开始不是文本的阅读 而且你知道 我们中国字很多的同音字 诗人写出很多的典故 非常的难懂 但词如果你用了大量的典故 很灰色的一种情词 你想想看 有听都听不懂 所以早期的词为了配合歌唱 尤其北宋大部分的重要文人词都一样 他们会用比较清淺 平易的一种方式来表达 另外一点就是 《亡国言经》之外也分辨过 他说境界有两种 一种叫诗人的境界 如果你是屈原送欲 杜甫礼白 互相写东西给对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写出诗人的境界出来 用了很多很深奥的典故 来写出很屈致的一种情词 但词绝大部分都是常人的境界 对大家有的生命经验 这样才容易与人分享 所以我们也应该来讲 东坡的诗 它的内容比较多而深 有很多的生活经验 用的典故特别多 但词相对而言 比较容易懂的 因为他只要说出大家有的普遍经验 因此他不会针对诗况本身 去反映描述的 所以词很少 中文身在一个政治恶劣的环境 中文有很多的不满 不会直接用词 来针对这个诗事 做论述、描述、批判的 因为他不关注这个 他会化为一种生命经验 人在这个情境中 带来怎么样的情绪 是大家可以共同去分享的 所以我们看到词里面 大概都是我们能够体会到一种 生离死别、伤春悲秋的一种 生命的感叹 所以不难阅读 多么当然也会掌握这个分纪 但后来有一些他写的个人的抒情词 也许会导入更多的一种情绪 更多的一些典故 但是相对于诗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懂 还带上那种音乐的符号 音乐的旋律传达的话 它的动人的一种情况 会更加的一个明显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词传达的方式就是 所以读词有的时候不要求圣洁 尤其一些歌唱的歌词 不要说一点有什么违言大意在其中 只要不要这样想 它是跟你分享一种经验 一种心得 都是大家普遍会共知共感的 所以了解了 如果我们看到流行歌曲也一样的 你看中文我们说 在美国早年很多的反乐战的一些音乐等等 事实上很少你听一些音乐 直接针对时事做论述批判的 它会化为一些文学的一些意象来呈现 什么Browing in the wind Donna Donna 这类的歌曲 都是反战的一些歌曲 但是它长的战争没有 We have all the powers gone 就是这样而已 变成一种文学可以感知的一种意象就够了 不需要针对时事里面去论述 那东坡的词尤其 你要从里面找出它跟新党的关系 它的政治的一种起伏高的变化心情 大概是不容易 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相 一种感觉 这是我们要读词 就要注意到的一点 但这个词就是跟你分享经验 带你一趟游历 东坡上次几个词 他是跟朋友分享的 你们没有去过 我给你 跟我游历一遍 所以东坡就会把这个情景 你看那个景很清楚 如何都这个景 这个景 如何跟着时间变化 你闭着眼睛 那些画面都出来了 它不是笼统高里说 这个地方好美 美得不得了 讲完之后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但你看看 它很具体的 它好像拿着一个摄影机 把镜头拍摄出来 给你看到 就在面前 就在面前 你跟着它 你就会想象 这种词的 我觉得 对我们现在来说 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们不要像以前的阅读方法了 就是说 你把意思都弄清楚 把典故的处处 然后把它白话翻译 都不需要 你跟着它提供的各个符号 自己去想象 这都不难了 前面尤其都没有那种典故的 什么的燕听 你知道听什么就好了 对不对 路斯你知道吗 水澡你知道吗 对不对 红你知道吗 这个意外 画面都在它里面了 所以如此 会丰富我们的感官经验 也许你的文字的基础 没那么好 你也不了解它的文法 之类的 你根据它的旋律 然后把它变化为一种符号 去认知的话 你会用你自己的 一些视觉 听觉 嗅觉的感官里面 更加呼应的 你重新把它组织起来 我认词在这里面比诗更加的优势 因为它所使配合很多的声色的记忆 把它呈现出来 好 到刹片的时候 这看着东坡了 我刚才说了 它刚开始 写这种写景的词 你觉得它还不是很利落 它的严谨的手则 上刹片 以上刹片最好的经验就是 上刹片写现在 下刹片写过去 或者反过来也一样 或者上面写景 后面严谨 那么这句词 它就打定主意了 我上面写水 下面写山 但中间怎么写到最后结尾 双溪冷 月溪明 这首词还没结束 所以以前就说了 当你写到上片的结尾的时候 最好就是要留一个尾巴 就是作为一个可以带领下片的一个旗端 要留一首 但这里就看到东坡了 完全把它割裂开的 你说写到了 月溪明 下面转过来 就看到重重四画 曲曲如平 我们不知道 如果你看看这两句的话 你以为还在月亮高照之下 看到山景 这显然不是 应该是白天看到的 所以里面还是有个端裂 都没注意到的 但后来东坡的事情就掌握到了 如何上面留一个东西 留在后面再去发挥 使得两个段落不是完全割裂为上下片 而是一个整体 这里要看到东坡 他还没有在技巧上很纯熟 我不知道 我觉得你看词里看得多得知道 这里面有个还不够圆容的地方 下面我们看到了 反正在给你一个景 你就相信 应该是天亮看到的 就问你一个怎么变化 东坡都不提了 其实上你是天亮看到的 尤其这个也用对句 重重四画 曲曲如平 如果在我来讲的话 这首词里面 这两个就是最差的两句 写得等就没写 为什么呢 重重四画 一重一重三 好像画一样 你看你想看什么画了 好美啊 美得上一幅画 哪像画嘛 我们说一个女孩子 好漂亮 好漂亮 好像一个美人一样 什么美人 最近还摸不着边 这个画 我们搞不清楚 是山水画 大漠山水 还是金碧山水 对不对 好美啊 东坡就像抽一个句了 还曲曲如平 弯弯曲曲好像屏风一样 这种形容在诗子里面多的是 比他的家具好的不得了 如果单纯这两句 你说写东坡的话 的确不能够代表的 重重四画 曲曲如平 就告诉人家 弯弯曲曲很多东西 对不对 但你看到东坡在这边 当然他已经有心力定了 哎呦 我不是要带你看 真的写的山水 他已经知道了 那上面不能写景 从景中引出情就来 所以这里面就放轻松了 不在里面着意 在里面写出景色的美好了 直接想象好美好美 好多的屏风在那边摆设 重重叠叠的就好了 好 他说 孙丹年虚劳延年 是要带出下面来的 在这样的一种 弯弯曲曲的水道里面 他就料想到 或者推测到 料想算当年 就当年虚劳延年 就一个延年的人 延年他就是延光了 他的字叫子灵 简称的延灵 对不对 有人说虚劳 虚度光阴 我觉得不是 虚度就是 就这样度过他的余生 有时候不要每个字都求圣洁 但有些时候虚和他不可以解释为一种 抛开名利的一种虚 不为无所带的 无所期待的 就终老于此 对不对 这样的三年里面 原来有个人物的 就是他推测 料想 就是为什么当年 延年延 延光就选择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优美 很不容易找到 对不对 所以说虚劳延年 所以有些人觉得 东坡好像对延年这种 有一种批判 好像他辜负自己了 对不对 白白抛开空鸣 虚度岁月在这里 我相信东坡的意思不这样 所以这个 用点过去跟着他们来看 东坡无非是用人事的一种 不管是得失好坏 对他出自然的永恒性 所以对这个人物不需要再多琢磨 去批评他有没有公民之心 通通他都有否定 知道吗 这里面是这个语句的一个用法的 好 延光是跟汉光五帝是同学 后来汉光皇帝忠心之后 他就照延光为建议大夫 但延光不受 而隐于傅春山 隐于这一代 而且有这样的故事 他就推下了 这个地方也许就是当年 颜光选择忠老一生之处 不过忠然他选择的地方 留着一个美好的名声 他是闲人 不求功名 没有利欲之心 但是不管是汉光五帝是好闲 或者作为臣子的颜光的一种结钞 他说什么 君臣一梦 不过都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梦境一样 禁谷空名 至今唯一留下一个美名 空虚的美名罢了 人生的一种不管是 是阎光也好 或者是汉光五帝 那样的众贤 那样的手结钞 不过都是人生的一种梦幻 不真实的 不具体 不恒久的 都是一个留着空名 为什么 因为对着后面 但远山长 云山乱 小山清 只有山才是恒久的 大自然才是最恒 最永恒的 所以他写这个人世的对照一个故事 带出这个山的一种 跟恒久性的一个意义出来的 好 这点就是它的转折了 我们说 词不存在是邪情 到后面还是带出人情的 通过一种感觉 对不对 大自然就是最无私的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 我可以说这个词 重要我们是介绍的第一首词 可是我希望大家有了解到一个 我们说人的意境 人的生命意义 当然不能由自己独自去 能够呈现出来的 人与人的一个对话 人与历史的关系 人与环境的关系 都可以界定你的生命意义 存在意义的 很重要的各个维度 那人如果住在人世里面 就个人的生命里面纠缠的话 那不得了 最后有一些人的时候 有一些时候 有打开你的视野 纳在历史之中 来比对人生的更长远的意义 但是只在人世里面 分成也不够了 最后更要脱障 更永恒的世界 纳入自然之中 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 能超脱个人生命的局限 到更大的一个世界里面 找到生命的安顿 我先大家先记住这点 尽管我第一次词 西藏节以后也解决了 东坡只能够扩大什么 他不距离人世当下 也是个人的生命的得势 他能够打开怀抱 拥抱历史 来对照人世的各种事情 最后也能够超脱历史 会到自然之中 这条轨迹 以后我们看到东坡所运用的方式 你看念如焦 前置不复 后置不复 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人在个人的生命里面 太多的执着的话 解决不了的 最后就是 把自己放在历史长河里面去对照 放在历史长河里面 有时候也不会不好的 有时候得势性还在 最后要释放出来 回归自然 如何从个人到历史到自然 这种扩的表达 从更宽大的地方去看待人生 东坡这次已经是一种 一种轨迹的四变的方式 好了 我们自己也不足道了 仰慕颜光 仰慕汉光五帝 有如何 它们毕竟就是历史的一个意义 有相对的意义 可是回到更绝对的 永恒的天地来说 也是微不足道而已 人如果能够有这种体会的话 也许人就会找到更扩大的人生意境 但当然也是后话 但我希望大家先记住这个 这次已经开出一种四变的模式了 所以以前的词 为什么会忧愿长眠呢 因为永远都困在一个 有限的时空之中 它超脱不出来 斜景不外乎 亭台楼阁 严景不外乡 商春怨别 不断地感伤 但东坡要我们走出这个范围 走出归为的世界 仰望夜空 纳入自然当中 人也许一方面更感到自己的孤独无异 可是也许更在另一个方面来说 更有更大的四变空间 寻找真的生命的安顿的 这个是我相信 我相信 往后我们看了 就看到东坡界面的表达 在这个词里面 已经看到这一点了 对不对 所以前面讲到阎光这些 都是一个陪衬 无非成都自然的好 是人的永恒 它说了 好 它说上面呢 有写出另外的三句 也是三个井 但就只有唯有是什么呢 一个是远山城 写的是山井远山阴脉 因为走出狭隘的河道 更流阔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感觉呢 感觉是长的 南方的上次非常的悠长 刚才是冷的 狭隘的 急促的 现在是平和的 扩大的 整个心情有个转折 我们说井随勤转 这个时候呢 经过一夜就 觉得没那么亮的 团不可气了 反而呢 才懂呢 放在更辽阔的天体中 心胜就不一样了 反而呢 会忘掉人生的是非得事 那些都摆落下来吧 一欣赏大智能没了 而云了 笼罩的 山的地方呢 感觉是乱的 现在有乱云流药 而早上感觉的山呢 是清的 你看整个呢 最后结尾是 早三清 王国会曾经讲过 此以境界为上 境界在哪里啊 走看结尾 每首词都一样的 殷景延情 伤君悲愁 但面对这个情绪 你是沉醉的其中 你是单力不移 还是再以疏解 有所超脱了 都看你最后的结尾了 因为人一生 看你最后的 下台的一种生姿嘛 对不对 所以境界就只有看这个 但这个词里面 不是悲伤的词 告诉什么 小三清 阔朗开朗 早上的天空是 青冲一片 天刚开始的时候是 烟厅是朦胧的 是冷的 现在呢 经过一夜之后 然后呢 走出来的世界 是辽阔的 是明亮的 心境是好的 我相信 东坡这个时候 带着病区 巡视民间 其实还蛮辛劳的 你看到民间的生活不好 可是偶尔呢 被山水抚慰你的心灵 觉得还值得的 经过这番折磨之后 还可以偶一传一传去 看到自然的美好 也许第二天还是继续奋斗了 但有时候也会到自然里面 自我疗愈一番的 我觉得自己蛮好的 最后点的结尾 小三清 我们多少看词 大部分词十之八种 结尾都是悲伤的 文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将春水向东流 刘勇不是怎么样 微笑得人憔悴 憔悴 愁 都是词的常人结尾 但写到小三清 是何等的凶惊气魄 不容易的 这是词的一种意境 东坡在这个第一篇 我们看到词 看得出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一个时间变化的 如何从傍晚起到早上 如何起到空间变化 这个词不是东坡最出世的词 可是东坡驾驭词的能力 充分地表达 而且能够突破返离 有他自己的生命经验 有自己的语调 自然地表达出来 好 我们先停在这里了 那下面呢 我们对照另外一首了 就在十七首的江城子 刚开始我想那就会慢一点了 先带大家先了解到词的一个抒情信 然后慢慢慢慢的 我们可以加强 加速了 来跟大家去介绍后面的词篇 十七首是三十页的江城子 这首也是写景的 刚才是山水 这时呢 西西山水也写了人世方面的一个美好 他这个词呢 有更长的一个序文 他说胡尚与张仙同父 识文谈争 如果我们翻一翻东坡的词集 江城子这个词牌 仿佛是他很喜欢的一个词调 很多重要的宋别的词 很动人的词 他用江城子 比如刚才谈到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 是江城子 老父留法少年广 是江城子 这首也是江城子 这首写景之作 你可以说是东坡行 就是一首代表作 看着东坡的才华的 以前写景的 中间诗啊 都很难得有一个景 更好用词来表达 但东坡充分掌握到 词的一个音乐属性 把它写得更加的优美 清丽和动人 那个词牌啊 里面有个词体 提到了湖上 都是在西湖上面 这是于贤呢 我们讲的这个词啊 他说是 与张仙同父使用的难 其实他写的什么 从第一句说 与初情 也就是东坡了最喜欢写的一个景色 我说呢 我们说景由新造 文学家所写喜欢的景 实际上有他的心情 比如说我们看了 东坡最东坡了文学里面 不管的诗词 最常写两个景 可能他的生命经验 一个就是他喜欢下雨 但不喜欢的已经缠绵不已了 他喜欢雨后放晴的感觉 如果经历过一番煎熬 然后突然呢 获得太阳的温暖 他特别喜欢 所以东坡很多有名的词啊 都写这个景的 比如说写西湖的对不对 丹庄龙某种相仪 也是写雨后放晴嘛 顶风坡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也是雨后放晴 这首也是写雨后放晴 而且东坡很会掌握雨后放晴的 那种美感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喜爱的 一天的时段 会了解自己的个性的 有人喜欢大白天 有人喜欢晚上 有各种不同的特色 另外一个 除了雨后放晴最喜欢写的 另外一首词呢 月夜 尤其秋夜 明月高照 所以大家去想想看 你现在喜欢的东坡文学 几乎都跟月亮有关 从水雕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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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的月光 跟自己的对应成三人 东坡不写这个孤月的 东坡写了什么 月映万川照上来的月光照耀的感觉 他写了明月如霜 照耀身上的一种触摸到的感觉 以后我们慢慢会跟他去谈这个部分 这些试验看呢 雨后放晴 好 与张仙同父 好 谈到这个诗人了 就是张仙 张仙也是一个词人 他也可以说是从刘勇欧阳寿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作家 是从少令到长调的过渡的作家 这个时候呢 张仙无限于公民 做了一阵子观照 最后就归隐在长州 苏州这一带的 所以他常常跑来杭州去找朋友的 现在碰到苏东坡了 尤其在晚年的时候 张仙就养了很多的歌女 幽游在杭州 苏州这一带 至老不衰 歌酒自愈 连八十多岁了 还是呢 视听都非常好的 听觉视觉都不错 这是他信来的 要东坡去出出有 当然都很高兴 因为他是一个老词人 所以我们觉得 东坡可能就是受过张仙的一些点拨吧 然后他也很懂甜词 他也有佳解 也使东坡都跟他去学过一些记忆 不过呢 张仙的词没留下来 不知道张仙怎么写的 但这首词应该是大家一起同复 歌有一首的 我不晓得张仙词 你没留下来 还故意把它焚毁掉 因为东坡写出来 就不好意思的 大家毕丙的来看 而知道得失 但这里呢 看得多了 东坡这个人是人来风 如果他个别写作呢 就刚才那一首 偶有瑕疵 再所不惜 就无所谓 但这一首不一样 与张仙同复 有个假想敌来的 东坡这个人写作是这样的 如果参加考试 他当然会出了一把嘴 因为呢 有警政对手 人的意志会被要激出来 会更加的发费的淋漓尽致 这首不是跟别人 是一个出色的老职人 将一些一起去附词 当然呢 东坡会用尽全力 又把这个词写好的 所以他会激起他的 真正的一个 创作的欲望 如我们写作一样 因为普通的写手 现在是 有大没大的 有一天 羊目余观中邀请你 我们写手诗好不好 我们共同登出来 你想想看 你会怎么样 整天都不上课 不吃饭 都有把诗写好 对不对 落人余后 落他人之后呢 这是有这样的一种 创作的一个 一个机制 而这里面先写了 胡上与江青同复 胡上当然就看到西湖的 这样面上的景 东坡也掌握着这个 所以他上篇写西湖的美景 上面呢 时文谈真 不时听到有人谈真的声音 所以这里面有写出两种东西的 一个是视觉的美 一个是听觉的美 一个是听觉的美 跟刚才的纯粹写山水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首也要考上你的功夫 也要掌握眼前的景 也要写出音乐的美感 东坡本来不喜欢写小曲 但这首要考验他的一种文字功夫 所以这个词 杨东坡有个机会 可以发挥他的财心 那这首词相对于原来 是相对比刚才的更成功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内容 他说 凤凰山下雨初晴 水风轻万霞迷 一朵浮曲 开过上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路 如有意目拼亭 忽闻江山弄哀针 苦寒情浅谁听 一念云收一月四相邻 遇待曲终寻问曲 人不见树风轻 最后的结尾真妙 对不对 见山又是山 它是一种变化的 那这有些收的一个结尾 树风轻是开朗 中文是傍晚 但是收的音乐的熏导之后 整个世界都好像很清丽的感觉 一真一幻的感受 那是很不一样的 那我们跟东坡的词 它充分发育着词的上下片 而且带着我们 好像心里寂静一样的 上片 当然我们假设 我们通通都没来过杭州的 东坡这些词 也顺便给我们 带着一个临参的感觉出来 这心里有个什么呢 它说凤凰上下雨初晴 凤凰山走在杭州的城南 因为它那个山 好像凤凰趴在地上 正是欲飞的形状 就称为凤凰山 我们说你要写一首词 词要修饰 要产生美感 你不能随便用的 这个词里面有很多的名称 眼前的山有很多 有无山有孤山有什么之类的 你为什么选个凤凰山 可能真的凤凰山这个景很美 但是为了文字的收拾美呢 你特别要用这个 为什么 凤凰鱼飞 对不对 一种美的意象是镇扬起来的 比如说 鸡龙山山雨初晴 你想想看 那美感都没有了 对不对 这个词会 这文章就创造一个意境的 因为你选一个地方 那个名字很重要 产生一种质感 这点你看东坡已经知道词的特性了 他不随便用 但有的时候他的诗不一样 诗的 如实把它反映出来 不是很好吗 但词不是 词会有修饰 又产生美感 那凤凰山 你竟然不知道凤凰山是打作山 但那个名字本身 它的意象所产生的连想都不一样了 好像凤凰 正气欲飞的样子 而且雨后放晴 翩翩欲飞 好 这个是一个景 雨初景 下面说了 水风清晚霞明了 好 作者先铺垫好了江面的一个画面 清风 然后天边晚霞的背景 这只是一个背景而已 我们说词就是好像画画一样的 把底色铺垫好 慢慢再细笔 去把那个要描写的东西 一步一步勾勒出来 先铺那个景 好 灯光是慢慢明亮的 雨后放晴 而且晚风清 而且水风清晚霞明 天上有明霞照耀 所以水风吹来清清爽爽的 好 在一个氛围之中 你看特写净掉出来了 词的说情是采取方式的 如何由远到近 由景到情 由普遍到特殊 你可以慢慢推进的 这是词的一个基本的 原来音乐的一种构片的方式 但是背景之下 你看到风吹 晚霞照耀之下 一朵浮渠 浮渠就是荷花的一个别称 一朵浮渠 渠是平生 如果有时候左一点 一朵绿荷 非常不好 浮渠不是浮渠是一些古字 它是从古典出来 浮渠就是指荷花 它是从诗经处词 都用过的一个词汇 那仿佛从古典走出来的 一种美感 对不对 你为什么它不用荷花 这词是给张仙的 大家都知道 浮渠就是一种古典的美 如果你看余光中有一首诗 《等你在雨中》 它写在建中对面的植物园 你会看到荷花 感觉荷花偏偏从风吹动 仿佛张白石从词中走出来的样子 对不对 那是很美的一个句子 冷上飞上诗句 产生这种古典的美感 所以它有一朵浮渠 浮渠就是荷花 但你说 如果你把它变为荷花的话 它的顿飾美感 它就是从古典的文学里面 跑出来的一种美 一朵浮渠 好 下面说了 开过上盈盈 但时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已经开了 文学已经不是花盛开 开过了 但是还依旧很美丽 上盈盈 这里面就有很多穿着附会的故事 后面有些本师就说了 诈宣填的词的时候 诗文谈真 他觉得当时 东坡填词的时候 后来听到琵琶旅谈 古增谈古增的女孩子 谈完琴 他跟他照面的时候 那个女孩子已经三十日有余了 所以东坡写了一个女孩子 纵然连年龄有一点 依旧风韵有蠢 我觉得东坡不觉得那么刻薄 开过上盈盈 就行故一个女孩子 年过三十 美貌如故 东坡冬然开玩笑 东坡也不会对女性做这样的一种表输 他就是写荷花 开过上云 中国荷花开过了 但是还依旧美丽 在风吹明下照样 非常漂亮 怎么知道它美丽 他说了 你看下面呢 这里面看得多 所谓诗中有画 你会画花之道了 你又画水中的一个荷花 中国虽然不会只要一个荷花 就在水面上的 最后什么 去扑然点着 最后把一个鸟 飞翔衬托它的美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 画梅花荷花 都有旁边 一个蜻蝶蝶飞鸟在旁边 衬托它的特色 都是用什么 一个鸟 两双鸟出来的 它说 何处飞来双白鹿 一个白鹿是飞过来了 对不对 如有意 木拼蹄 拼蹄呢 形容女孩子的姿态 轻巧美好 这一指美女 这一指把荷花 比一个美人一样 如有意 木拼蹄 好像很有情意的 靠近一青方子 在荷花的身边 这里要不知觉地把荷花离人化了 连白鹿之 好像风度翩翩的公子各人 都愿意一青方子 把荷花的特色出来 那是胡商写的景 似乎的美就美在漂亮的荷花 而且单纯的荷花不够 把鸟也撑托出来 这里也有好事者 说东坡自己出游了 刚好有两个男生 刚才家里面有伤势 穿着少袍来跟着他去 所以这个双白都写在两个男生 这真的是也不通的 大一笑之人 怎能跟着东坡去出游 东坡绝不可能 容许这人跟着他 大厦风景 我们真的跟张仙同游 你居然穿着少服来跟我们出游 这就是解不通 为什么如有一步不拼情 为什么有两双白鹿撕出来 这里面原因无他 你看杜牧的晚情服 他有出处的 晚情服里面杜牧写了这一段 他说了 你看 他说 富影周于深湾 我们把船到深渠的海湾里面 忽八九之红旗 然后 插烟如归 碾焰如的 把花朵里泥人画了 对不对 然后最后他说了 好伤 多瑞软延 事件放弃 好像被人家抛弃的 一个归妇一样 最后 白鹿前来戏 秒风飘公子 窥至美人戏 如木月其荣媚 东坡绝讲的不是就这样吗 白鹿戏来 好伤一清美丽 还要仰慕他美丽的永远 东坡不是说 如有意 慕拼庭 东坡读书甚多 但我们很少猪姐会猪这个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东坡的来历 就是晚情服 这个是晚情 所以东坡是有出处的 所以起来就是这样很动人的画面 把它离人画了 我刚才说了东坡刚才第一个形象纸的时候 它上下片了把它割裂开来 接不上去了 但这里东坡的布局非常的深严 为什么 极荷花 极个外在织物 但这里面它有带出石文坦珍 一个女孩子 坦珍的一个女孩子出来 所以它先要把这个花离人画 这个花美到中然不是石栗 它还美 还吸引着一些鸟儿的注意 比如说我们正在循环 它听到月音 我们也被吸引着一样 它里面是互相呼应的 如有一幕拼庭 你看我们开始想象 把荷花形 想象为一个美女 连白路士都愿意亲近的美女 但有了拼庭的时候 下面就引出女孩子 坦珍的一个女孩子出来 有很好的蒙太极画面的 先去画 想这个女孩子 女孩子面外出来 这是虚拟的 只有带出一个 实际的美女 坦珍的面貌出来 这种接轨也是非常的绵密 上下片没有割断开的 如有一幕拼庭 拼庭在哪里 正在坦珍 物跟人家做了很好的扣合 这只剩过刚才的持久 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一个 把保留的一个意象 留在下面再开发 下面写了 好 护文江山弄哀真 但我们如有一幕拼庭 想这个女孩子 突然之间 诶 真当然不是男生 是女生弹奏的 居然有个女孩子 透过弹针的声音传过来 我们就把那个面容 那个色帽 跟那个声音就结合在一起了 这个女孩子的声音传来的 好了 护文江山弄哀真 女孩子弹奏这个很动人的一个真声 那我们读到哀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 中国文字的情感用语要推 哀不是很悲伤的 哀是最轻的一种情绪 哀伤悲痛是有不同程度的 哀就是一种很优越 动人的一种乐音叫哀真 我们相信这个女孩子 在江山去卖唱 大家都出游 好心情 你说突然出了一种 哇一种很悲切的情绪的话 你相当于大厦风景 所以其实 谈这种很动人的乐曲出来 就是哀真 对不对 如果悲的话就会让人 悲就会令人伤 令人痛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词汇的时候 有趣有注意 不是就是非常哀伤悲痛 只是稍微动人的乐音 就是哀真 那作者你看他怎么形容声音 他说苦含情 那个苦也不能乱解 苦不是悲苦 苦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极端的一个用语 就是非常极端 饱含了情感的意思 叫苦含情 所以你放开字典告诉他 苦就是极慎之子 就告诉他 加重语气 代表非常 而且极端的意思 非常含有情感的 所以这个哀生 不是随便的手弹出来 还赋予情绪的 这写出了 谈正的人把情绪 融合在乐音之中 所以含有他 非常重要的情绪 但作者就问了 他这么动人 弄了情绪 他应该有他 请出的对象吧 所以在上面问了 钱谁听 那钱就是使 或者让 或者给谁的 他说这个乐曲那么美妙 不知是弹给谁来领赏呢 他那么饱含情感 他一定有他请出的对象 可能他的情郎 他的爱人 在描写乐音的时候 他不是说了 行用乐音是怎么样的 形容他 打住小猪落玉盘这样而已 他形容乐音有很多面的 弹奏的人 他请出的对象 面面都有居到 才是动人的乐曲 真正的一个总称 所以里面三句话 有三个层面的 一个是哀生 是动人的乐曲 怎么动人呢 弹奏的人 把情感融合在其中 他为什么能够融合情感 因为他有情书的对象 你看三个层面 欠谁听 好了 而且谁听呢 都只能在那边想象了 我们都在听了 但这个时候突然发现 风起云涌了 因恋云收 念了 那个学生 我们以为他是有谁在听 反正不是人在听 大自然都被感动了 而这个时候 阴癌为之恋荣 阴癌的开始 收色了 变化了 晚上有些变动了 而且云彩的位是收色 云彩也不那么差了 开始有一些收念了 所以看到阴连云收的时候 他仿佛去了 不是人在听 连大自然 连天神都在听着 所以他猜测 这个歌曲 可能不是人间的歌曲 他说 云彩是香灵 他说这个曲 那么动人 有这样的效果 可以想见 这若非香水 缕神的月韵的话 又会是谁呢 云彩是香灵 所以把这个 本来是 形容女孩 形容花的女孩子 拼庭 然后落实一个女孩子 所以因为月韵太美的时候 仿佛他觉得不是人 好像是仙人 弹的音乐了 好像是香水的精灵 所弹奏的 音乐 音乐就仿佛 衣熙 就是香水的女神 在弹奏的音乐了 不然的话 为什么能够像天庸变色 所以就开始就被感动了 仿佛此区 不是人间所有的 应该是 山水精灵 所研究的歌曲 这是很神妙的 从很实际的 推到更高原的 一种很缥缈的 一个意境去 最后他说了 好 遇待曲中 询问曲 现在不要打扰他 继续听吧 我等待 等曲结束 我再去寻找一下 这个曲是一个宇宙词 没有意见 去询问一下 这是谁 是人还是仙呢 等到他真的结束之后 他说 人不见 素风情 找不到人了 只看到了 天啊 你又敞开 一片青春的山 就呈现在目前 目前 这个时候就 画实为虚 画有为武了 这些都非常的幽妙 迷离 空灵 脱俗 这歌曲是有还是没有 真的还是没有的 作者的故意写得很虚幻 真的太动人了 音乐是 由来写音乐 很少写到这样的 都没有用一个词来呈现出来 写到不一样的意境 他从你看 从凤凰上下雨出情 从山景开始 最后也三结束 你可以说第一句 见山是山 还看到山水相应的景色 看到音乐出来的时候 已经忘了 赶不到山了 到最后见山又是山的另外的意境 已经刚刚超脱这两者了 有树风情 那时已经不是眼前的 真的树风情 其实新晋的被音乐打动之后 超脱繁俗 人我之分 到一个更空灵的世界的一种投影 就树风情 所以是很妙的一个歌曲 这种词 不只在词 在词里面 这是难得有的意境 那时东坡 他出世提音 刚停词 他两首词都是大破繁蜜的 从没有人写过这样的题材 他第一次尝试 连他的诗都没有 那是可不简单的 你看到东坡的财分之高 以后我们看到 从而写景的词 写到东坡这样也不容易 可是东坡真的大受感动 而在这个美感当中 深有体会 最后用他的生花妙笔 把它写出来 人家看到东坡画起文字的能力 从游到五之间 又掌握着意境的能耐 从视觉的画面到听觉 又从实际的东西 画一种空灵的描绘 的确当然已经不是一般情词 所有的规范 也超过一般吃的所有的意境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种特色 但那个手法当然可疑不可恶 其实东坡人前的这个词 也不是常有的 那这个是一个起端 那现在我们先介绍了 东坡如何在这个词里面 两首词 这个速度上比刚才的一个缓慢的多 因为它要慢慢体会 有它的景色的变化 音声的一个扩散 陶冶 然后到一个更超谬的世界 比起刚才那首 当然相对于演的速度比较舒缓 你看到东坡的动静皆宜 它如何掌握着一个词的音乐的一个特色 这个基础之后 当然东坡写到一个抒情的自我的时候 当然就不一样了 那下个礼拜我再带大家看看 真正的词的写出情感的部分 东坡如何面对真正的离别思乡的一些之苦 然后如何从里面去呈现出 它的真实的内在自我 我们也看到一个轨迹变化的一个历程 那回去先把这个前面的词 先看一下 我们下个礼拜再选一些代表作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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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